法务部参事罗建勋、财政部官务署副署长陈宝华等三人 交通部航港局专门委员吴亚渝 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检任视察成立会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专门委员林静文 主席书召集委员政卿 报告事项 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 二、邀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率 于月署署长及外交部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旧东盛及16号事件后续处理情形 及台日渔月协议进行报告并被咨询 报告事项及讨论事项并按寻答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成主任委员自清及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拱常务副署长光宇报告后 委员林黛化等18人提出咨询 均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成主任委员自清及渔月署 蔡署长日耀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拱副署长光宇 及海洋巡防总局胡总局长易刚 外交部亚东关系协会蔡署长明耀 及州副署长学佑及相关人员 继续答复决定 一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者外 其均匀发言完毕寻答结束 二委员高志鹏即将启程 所提书面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三书面咨询和未及答复部分 请相关单位于一周内 以书面答复并附资本会 委员咨询中要求提供之资料 请提供于本会全体委员讨论事项 审查行政院含情审议 远洋渔业条例草案 投资经营非我国及渔船管理条例修正草案 及渔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决议寻答结束令定期继续审查 通过临时提案19案内容进行委员参阅 散会议事录宣读完毕 好那我们请问各位同仁上次会议意识录有错误 如果没有我们这个意识录确认 继续进行讨论事项请宣读 宣读讨论事项 审查经济部韩宋该部主管财团法人 中国生产力中心 中心工程顾问社 台湾机电工程服务社 台湾灰破坏检测协会 中卫发展中心 自行车及健康科技工业研究发展中心 食材及资源产业研究发展中心 等7家财团法人 105年度预算书及相关资料案寻达 报告事项宣读完毕 好我们这个首先签请经济部审次长报告 简短五分钟谢谢 仔细各位委员先进大家早 今天贵委员会审查本部主管政府监住基金 累计超过50%的中国生产力中心 等7家经济事务的财团法人 105年度的预算列席报告 那本部就这一个7家财团法人的现况 预算编列运作绩效 及本部对主管财团法人 监督管理情形报告如下 首先这一个财团法人的现况 本部主管的财团法人 是以协助提升经济发展为目的 从事赤进工商经贸 能源资源 以及产业科技及资讯应用等业务 并带动国家经济的一个发展 那今天审查的7家法人的 这一个设置目的时间 法员主要收入来源支持用途等 请详参付表一 那有关于这一个我们的法人的105年度的预算编列情形 那首先呢收入部分总计编列32.92亿 支持的部分总计编列32.13亿 移出的部分剩余是0.79亿 那在资产部分总计113.19亿 负债15.4亿 净值97.78亿 那整个财团法人的一个运作绩效来说的话 今天这7个法人主要呢 是执行产业科技经营管理跟机电工程 以及工程建设的技术开发 以及研究等业务为主 历年来呢 主要是配合政策投入产业技术开发 跟精进经营管理的知识 将成果扩散至产业界 透过呢技术跟专利的产出 跟产业的应用跟服务等 来引领我国产业的升级转型 那最重要呢 是本部队这一个主管财团法人的一个监督管理 那这个部分我们除了依据民法规定以外 并依据本部定班的这一个法人的设立 许可及监督要点 以及这一个法人的管理 以及监督作业规范来办理 各法人要依行这些规范来建立 人事业务会计及集合等规章制度 那各法人的这些董监事的非议记录 重要的人事任免以及年度的这类方针 以及这一个营运跟资金应用计划 结算师等也都要依照规定的时间 来承报本部被查 同时依照预算法跟结算法 由本部将这些法人的营运跟资金应用的计划 以及预算师跟结算师核转 我们答应来审议 那在这一个整个的在监督方面来说的话 我们在师面查核方面 年度中了要针对法人的年初提出来的一个工作目标 来办理业务绩效的评估 那以及我们每年定期会来做这一个法人的监督 跟绩效评估以外 每三年会去实地查核 那近年来呢 我们答应审查预算有关法人的部分 结议事项办理情形 有关于结议事项里面 比如取消交通补助会 以及不得发放高层主管的房屋津贴等 以及林派的人员年龄不得超过65岁的限制 同时在官方网站也要来揭露 林派的人员的姓名任期 跟这些合派的理由等等资讯 同时也要征刑利益回避 以及年总奖金工作奖金等等 都要比照公务人员的这一个标准考核发放 以及公关会特别会方面 应该比照主管机关所长的这些公关会跟特别会 那以上本部都经照办 那答应结议内容 我们都含转了主管法人的部分 我们确实请这些法人要遵照办理 同时我们也会除夕来追踪管理 以上报告敬请主教 谢谢 好那我们其他单位呢 请委员自行参阅并列入公报记录 现在进行寻答委员咨询前 原理做以下基点的宣告 第一每个委员发言六分钟必要时延长两分钟 上午十点半截止发言登记 如有临时提案上午十一点左右进行处理 有请廖国栋廖委员发言 主席请次长 有请沈市长 委员早 市长早 早 委员今天难得这么冷 因为气氛有点下降 有点冷 不过今天的这个主题 例行性的 我们每年都必须要就这几个中心 财政法人这些中心进行相关的监督的部分 有几个比较表面的问题想跟这个次长请议 不敢 第一个 我们今天第一个单位叫中国生产力中心 这个名称你自己会不会觉得怪怪的 这个部分过去委员也有在关心 也有在关心 是啊 那这个部分我也跟委员报告一下 过去啊 因为我们在 你大声一点 你不要那么客气 好OK 我们过去呢 也在这一个有它的历史典故 因为过去我们参加APO亚洲生产力足足 我们就用这个名称来注册 是 这样 所以无从变更是不是 现在可能有它的困难 因为它 我看你们的记录是民国45年完成登记 是的 一夹子之后刚好今年105年 是 那个环境变迁时代已经不同了 我们还是用中国生产力中心 我们到底是在研究中国还是研究中华民国台湾 这个就是有过去它的一个历史的背景 有这样的 你们有尝试去做这个变更的可能吗 有没有尝试过 这个部分我也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是用ROC ROC的名称加入 在APO还是用ROC是不是 对对对 既然是ROC的就改成中华民国就好了 这样是吧 不能改吗 我们来书科看看到底如何 研议一下 那么多年了一夹子了 你还在用中国 这个这个 我今天一早起来一看 哎呦 什么还是中国 这个怪怪的 虽然我们是中华民国政统 是的 我是国民党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怪怪的 应该要改 好不好 这个我来注意 好 谢谢 第二个 这个次长 现在这个融工工程处 融工公司还在吗 现在呢 它应该是明宁化 明宁化 不是 它还生存吗 还在吗 有这个公司吗 应该还在 工 融工处呢 融工处还在吗 应该是融工公司 不是你解散了吗 它是叫融工公司 明宁化啦 明宁化 公司 对 它改为明宁化 用融工公司 那我看了你这几个 这个财政法人 有好几个都有 融工处的身影在里面 他是出资者 当初 你们要要求 征这个 要出资的 包括中兴工程 有融民工程事业管理处 这个处还在吗 那个都是早期的时候 是啊 为什么还沿用这个名字 它是不是应该做 某种的变更 还是什么的 这我再请我们这些 法人部分来检讨一下 你看台湾基电 融民工程事业管理处 还有 大概有四个五个 你五个里面 大概有三四个 都有融工处的身影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当初在监制的时候 他就是用那个名字 我也知道 问题是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你还一直用他 他应该有一个成绩者 比如说 是退府会 还是谁要去成绩他这个 股权和相关的权利 不是吗 这个也跟委员报告一下 当初就是因为他是有监制 但是最后那个股权部分 不会影响 没有股权的问题 是不会啦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名正言才顺嘛 你这个融工公司 已经不在了 瓦解了解散了 他名字还在这里 当他的股东 这个跟事实不符嘛 这个部分我请我们这个同仁来检讨一下 表面上 我看到的是这两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面对 不能再回避 好不好 第二个呢 基电工程 这个部分 我看他的股东还蛮多的 所有国内首屈一指的 几个大型的公司 都是他的股东 但是我们最近看到宏达电 看到宏达电的状况 这是令人触目惊心 他曾经是一个台湾的top 是我们以你为傲的 而且在这个全球排名 原来也是在前三 但是从去年到今年 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财报 或者是在各种报章所披露的 整个公司的状况 营运的状况 包括利润等等 直线下滑 滑的 我看已经摔了好几跤了 所以作为一个基电的董事长 有没有在 台基社 台基社 工程服务社 是总经理是吧 是我 总经理兼这个社长 董事长 兼这个董事长 兼这个董事长 我的意思是说 像宏达电这样 曾经是台湾之澳 但是今天沦落到这样的状况 你们作为一个工程服务社 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协助给他们建议 我们跟他们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没有吗 应该是哪 我记得有一个单位应该会有关系 没有没有 中卫吗 没有没有 基电工程 基电工程 我知道大部分都是台电的关系 基电工程 大部分都是跟台电 跟发电有关系的嘛 不是我们主要的业务是以海外为主 海外 海外为主 拓展海外 花电厂的这些工程 也有国内的啊 你太阳能啊 你这个风力啊 也都设计啊 没有 这个只是在我们有另外一个转投资公司 叫做天美食 做一部分国内的一个工程 那是那个小部分 总经理 你这个报告里面 在三至五页 研究发展这里 成立 离岸风力电王 这个第五 办理太阳能电并入系统 这都是你台电的业务啊 这个是未来的一个工程的 承包这个民间业务的 不是承包台电工程 因为这个台积社的业务 还有天美食的公司啊 它是一个民营的 像那个民营企业一样 因此它的这个工程 是要自己努力的去外面 这个找找找工作的机会 所以呢 现在有这个太阳能啊 也有风力发电的机会 所以台积社在这边努力 那次长 我再提这个HTC 好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帮他们呢 这个部分 你是说 这一个所谓HTC 是不是 对啊 宏达电的这个手机啊 这个部分 它曾经是全球前三代 所以它现在也在转型 它比如说 像这个AR VR 悉尼实践扩增实践 然后来让顾客感受到 价值来买它的device 大概会朝这样 它有发展VR吗 有有有有 VRVR都有 它这一块是它的一个新亮点 我的意思说 它是台湾的品牌 它今天跌到谷底 我们是不是政府应该要 跟他们协助 不管是创新 从技术面 我们应该要帮他们的忙 这个大概 我们找个时间去看它一下看看 因为过去 我们都有很多的这些计划 在协助产业界 如果有必要的话 他们都会 还是他们没有跟你们求助 到目前是 因为他们认为 企业还是他们自己为主 如果要用政府的辅导资源 那我们都尽量来协助 对 你们应该就是技术面 你们来协助嘛 因为我们有很多研发的人才嘛 我们去看它一下 好 好 最后一个 请十字中心来 那个 主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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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没有人 就让我多讲一下 一起 后面没人 好 十字中心 那个林总经理嘛 到现在为止 主席请坐 好 就是让我多讲一下 反正没有人 到现在为止啊 我们的这个深层海水这个部分啊 听说还是没有进度 还是没有进展 这个对 期待 深层海水能够成为一个 新型的 绿色的 一个经济产业的台东而言啊 真是情和以堪啊 你告訴我 你們現在做到哪裡了 報告委員 整個深層海水 它在花蓮的部分 民間的取水跟所謂的營運是正常 委員所指的是在台東 目前在台東 包括經濟部所屬 還有農委會所屬的總員智庫 這兩個部分取水是異常中 可是在我們目前為止 在經濟部所屬的這個深海水中心 我們是有一條非常非常小量 一天大概100噸的水有取上來 那這100噸的水 僅能供我們自己來去做研發 來做適用 那目前整個研發方面 從海水淡化到海水濃縮 到海水沖田粉末化 相關的技術 技術是成熟的 是ready的 現在就是委員所關心的是說 如何進一步到產業化 那在台東部分的話 產業化受制於原水的提供 升上來所以在產業化這一塊 是委員一直在關心的 昨天我回台東大學去主持一個深層海水的研發 跟進階到產業研討會 我看了這個現場我還是真的蠻難過的 我覺得政府的意註太薄弱了 你作為實質中心負責生成海水的這個業務 我現在要聽到的就是你們到底對這個產業 不是在取水 你現在是水都取不出來嘛 你現在取了400公尺深的這個水嘛 跟我們原來要求在800到1000這個還是有一點距離的 那你就用這400也可以啊 但是台東這個模組廠啊 我看那個 你說一天100噸啊 能夠提供多少的這個產業的使用啊 一天100噸 僅能在我們自己園區裡面小小的實驗去使用 就是啊 所以我是說次長啊 對這個深層海水啊 我們從15年前開始 當然我們也是謝謝你們把這個模組廠設在台東 但是15年來啊 真的是進展有限啊 所以每次我回去的時候 我們台東人都說啊 我們就是化外之名啊 三等國民以下 我們聽了真的蠻難過的 我還在經濟委員會呢 你們居然沒有什麼任何進展 我來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部分我們也感受到就是深層海水 對我們東部來說呢 應該可以潔業一個新的產業 所以那時呢 我們大概是部裡面三個單位 水利署就是汽水的部分 然後技術處就是去做技術的應用的研發 然後工業級呢 就是把它應用商品發 大概三個分工 那過去呢 在這個水利署的部分 那可以說呢 也投入了蠻多的經費 但是最後呢 埋館工程呢 因為海象的部分 海象的部分呢 造成美術台 所以這個部分呢 每次這些台風大雨來的話 就被沖刷掉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也在檢討 你看那個誰啊 林總啊 花蓮 OK 抽得到水出來 但是它有沒有形成產業 有沒有把它現在目前 不管是台肥的 這個什麼龍啊 光榮 光榮的 東潤的 它的產品出去 你知道他們賣的怎麼樣嗎 目前整個產值還沒有起來 在賣水方面 大概產值兩到三億 有兩到三億嗎 我看都賣得很糟糕 你看台肥的這個什麼水啊 深層水 台肥的名稱叫生命力 他目前是沒有 本來有在Seven上架 目前下架中 那最新的是一支旺旺集團 它有投資台肥代工的叫做 行動力的深層海水 在目前在各大超商上是有上架的去做 在國內嗎 國內有 我知道他們賣到大陸是很有吸引力的 深層海水就台灣有 很有吸引力的 但是賣相不佳 賣得不好 真的 台肥曬雨而歸嘛 根本就賣不出去嘛 東潤做了一個高粱酒 深層海水的高粱酒 你喝過嗎 有 好不好喝 口感怎麼樣 善可 善可 善可那就表示還是賣相不好 所以你要多花費一些心思啦 市長 拜託一下 為台東新興的綠色產業 好 所以我們再來努力 好 我們請林戴華諮詢 好 我們有請沈次長跟我們中衛中興 好 次長跟中衛中興 董事長 好 維恩早 早 來 我們來看 今天我先提出這個案例 台北市的提振商圈的產業補助計劃 那我先請問董事長 今天來的是總經理 是 是總經理 朱總 是 那從 本席看一下您的預算 從102年度到105年度 均承接台北市提振商圈的產業補助計劃 而且擔任執行單位 本席想了解台北市的委辦案是公開招標還是直接委辦 公開招標 公開招標 好 那這個本席也想了解 這個根據台北市的提振商圈的商業補助要點 那當中呢其中有第三項補助對象的列別 以及限制 必須是104年度台北市商圈總顧問團會議 領選出來的案件 這個訊息呢我想做一個背景的說明 來 那你們呢 這個 你們是怎麼來執行這個方案 就是你們的中衛中心的副總 張維華張副總跟李瓊瑤李協力 分別從102年及104年開始 升兼了台北市商圈街區顧問團的委員 又接任了該補助案的領選委員 你覺得這樣會不會有這個求援兼裁判的問題 那包括我也提供了你們自己的規定 這個是不是涉及利益迴避 中衛你不知情嗎 在本席向你們索取 這個各承染計畫中的利益迴避原則當中 你們的第三點就講到 現為或成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 補佐人者 應立即迴避 不得協助 那中衛呢 你作為台北市的委辦計畫的執行單位 承接了市政府的案子 中衛中心的同仁 又擔任該案的顧問團及林選委員 你認為這樣做恰當嗎 來 總經理 報告委員 這個中衛在執行這件事情的時候 當然是以一個管理者的角度來執行 那管理者的角度裡面 分別也包含了這個所謂的裁判的相端的工作 那執行這件事情被賦予當任委員 是台北市政府的意見 他們要求中衛必須在這邊辦理這個角色 所以我們才參與配合台北市政府 也就是說 這個委託單位裡面的需求 我們來辦理這件事情 喔 所以你是被動 一定 那你認為這有沒有利益迴避的問題呢 如果今天我們是當輔導者 同時又當這個教練的話 是有這種問題 但是如果今天我們是當管理者 並沒有直接下去輔導的話 這部分只是單純裁判的問題 裁判問題 那你認為市政府這個案子是哪一個 是管理者呢 我們是管理者的角度來 所以你認定沒有這個利益迴避的問題 好 那部長你可要聽好了 那等一下要請你 不 那次長你要聽好 那就請你要表態一下了 好 我們再來 中衛還有什麼問題 除了到底是輔導的角色呢 即使是輔導的角色 是不是做管理的角色 好 那是不是呢 在這當中 我在領選的當中 完全由你來自主 好 有你們來做這個領選 好 那自己呢 能不能補助 好 那也是你們 也正為自己決定 好 這樣的管理者的角色 好 這樣的利益 好 不迴避的方式 好 這樣妥當嗎 好 等一下市長請你表態一下 再來中衛還有什麼問題 中長期的尾辦計畫 會按規定編列 好 我們來看 這個尾辦計畫是 105年的新辦計畫 這就是行政院核定的推動中間企業躍升計畫 那司法德國的隱形冠軍 好 這我就不再贅述 這是一個中長期的計畫 本席 我就告訴你答案 這是一個中長期的 本席查過了 但是呢 在這當中 今年的編列當中 我看不出它是一個中長期計畫 你為什麼不依規定編列總經費 而且分幾年執行 每年的經費又是多少 依照本席的了解 這是一個五年計畫 今年執行第四年了 所以你在編列當中 我們的這個編列的相關的規定很清楚 你應該在上面展明 這是已經執行到五分 已經是百分之幾的執行率 那今年呢 是編列多少的預算 那所以呢 這個 總經理您表示一下吧 為什麼沒有按規定編列 報告委員 這個我們所有的經費編列 都按照立法院跟經濟部的相關方式來編列的 那因為每年在執行的時候 未必是 我們都是 不是完全的補助案 都是用這個標案的方式去獲得計畫 除了延續性的部分之外 其他的在還沒有標到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 並不知道我們是不是可以 所以即使是五年計畫 你也必須每年去標 是這個意思嗎 我們會經過那個執行 延續性的計畫 原則上還是要經過那個委託的政府機關 他在每年去做內部的審核 所以還要再標一次嗎 不是標 但是有內部的審核 對啦 所以還是要年度整 當然是要做年度的 要檢視一下滾動式的檢討 所以不需要再重新開標啊 所以你這邊當中既然是延續性的 你應該說載明這是第幾年 而你今年編多少預算 可是你沒有按時編列 好 再來 我再提一個案子 你們這邊是由衛福部食藥署食品的安全巨量資料分析 及資料科技化的建制計畫 這是新的尾辦 你們也尚未得標 而這個尚未得標的尾辦案 你們就已經直接夾雜在這個其他中長期的尾辦裡面了 那怎麼會有這個狀況呢 本期認為只有兩種可能性 第一個你欺騙立法院 這你尚未得標 你看在一個中長期的裡面 好的 你已經在執行的方案裡面 所以呢 就讓人家以為 讓我們立法院以為 哇 你們業務很多啊 那即使沒有得標 你就採用短收短支 沒進帳我就沒支出 好 這樣子的作戰方式 當然也完全不影響你中衛的績效 另外一個呢 就是本期就要質疑了 你就神通廣大 我一定得標 好 我尚未得標的案子 你看在裡面 好 所以呢 這個就是做使你神通廣大 所以呢 這樣子的 以及呢 我再來 因為時間關係喔 我再直接舉例 好 在你46%中衛中心 你今年來講有28項的尾辦計畫 那當中呢 有13項你是位一規定編列的 按照剛才本席提供 直接點名你們位一編列的 呃 式的樣態 你們比例高達46% 好 搞白 28項當中 你有13項是位一規定編列的 好 那來 次長 今天這樣子的狀況 中衛的報表 你們還說它是模範生喔 在103年經濟部 政府捐贈之財團法人 103年的 這個經濟部當中啊 的監督報告 它在人事管理 財務管理 法制規範 都完全符合規範的優等身 那這個次長 您覺得這樣的監督報告 可信有意義嗎 先請你表態 認為本席所點名的這樣 有沒有在這個 招標之後的執行當中 中衛有沒有涉及利益迴避 你認為它這樣有沒有利益迴避的 這個疑慮 第二個 它在編列預算當中 本席所提出的這樣的問題 他們未按時按規定去編列 那次長 您這個是督導單位啊 當然您這個下面還是工業局啦 所以我不曉得您這個 大概我來跟委員報告一下 首先呢 第一個剛剛比如說提到這個 台北市政府的這個商籤的 輔導的部分來說的話 那商籤呢 他是去擔任他的副總跟協理 是去擔任這個計畫的 這個評選委員 但是呢中衛他本身沒有去執行這個 輔導案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剛剛委員在關心利益迴避的部分 這部分可能就比較 你這個有點矛盾耶 我去招標我去得標了 他是得管理 管理這個計畫的管理 他沒有去執行這個計畫的輔導 喔所以他又在外包給別人 不是不是不是 他只是去把他委辦 市政府有一個商籤的計畫 然後這個計畫的去幫他呢 去做計畫的這些管理 那管理裡面呢就是去招標啦等等 但是他自己不能下來 擔任這個商籤的輔導計畫 所以就沒有所謂的 他只是扮演一個裁辦的角色 管理者角色他沒有求援 他沒有下來輔導 齁這個部分跟委員做這樣的一個說明 你得標沒下來輔導 所以那誰來輔導 輔導是呢 是還有一個團隊會下來輔導 所以是他們還要再去結合團隊 不是不是 他們到最後 他是公開招標以後會再選 講清楚吧 哪有 那你們這也分太多包了吧 不是這是市政府的計畫吧 我標到案子 我想我時間到我不要案 這個次長你自己要搞清楚 你這個邏輯太奇怪了 我拿到標案 我去做這個T4政府做整個的規劃 那做整個的管理 但是我不進入輔導 所以輔導我又找另外一個團隊 那你現在另外一個團隊 表示你是用下包的方式 那不是層層 喔不是不是 是這樣我跟委員報告 一個就是管理 你們再去查 因為我已經時間到了 好 那第二個你的預算的部分呢 預算的部分照規定 他應該是要編列 好應該要編列 所以他沒有編好嗎 這部分有沒有什麼困難 可不可以改進 還是回覆剛才委員 當然我們可以改進的地方 我們一定要改進 但是有些 就像我們剛才前面講的 其實並不是46百分比 那目前來講 我們還沒有得標的部分 譬如說他前一年是我們做 但是後一年 會不會有延續性 我們認為我們要積極的去努力 達到這一個計畫 所以我們會寫在裡面 那但是不代表我們一定得標 當然我們也有沒得標的 好 OK 次長 中衛這邊啊 當然這個實情請你再詳查 那次長這邊 是不是所有相關的財團法人 你的監督職責 有沒有負起這個監督職 我想請你應該要加把勁 未來您是 也是這個經濟部的政次 我想這個部分 請你負及督導自責 謝謝以上 謝謝 好 有請黃偉澤黃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進一部審次長 以及各位列席各位首長 請次長 有請審次長 還有請能源局 有請能源局 有請能源局 有沒有再去查 那個時候大家是講說 是電力IPP 電力 其實不止耶 是不是 我想請問一下 民營的石油公司 算不算公用事業 它生產這個石油 然後讓公大中 這個油品算不算 尤其是燃油算不算 算不算公用 進一部的認定是怎麼樣 有疑問喔 老師有在說回去都沒有在聽 我再把法規拿出來看 瓦斯是啦 沒有 瓦斯是不是 它大概有九個範疇 裡面大概就是電燈電力 其他電器事業 電車室內電話 住來水煤氣 公共汽車長途汽車 船舶運輸航空運輸 電信算不算 室內電話 室內電話 好 那我請問一下 是的 如果瓦斯公司 瓦斯公司能源局 你算是能源 管能源的吧 煤氣 瓦斯 這些 有沒有民營的 有沒有 退府會拼命把公家資本 降到50%一下 就變成民營 供應事業 難道不用繳工基金嗎 這個問題你們要不要面對 你讓法律立在那邊 雖然那是民國18年 立的法在那邊 您不執法 你想 心態是什麼 過去因為瓦斯公司 退府會 或是說 其實很多都有公部門資本 而且佔50%以上 現在為了逃避國會監督 就把他降到50%一下 好了 降到50%一下 工基金提不提 這部分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上禮拜 委員也在關心這個事情 打好幾位了 不知本事 這個一個禮拜 我們今天在下班以前 我們要把它釐清 你們都在說 IPP因為說 它那個電視 只能賣給公家 只能賣給台電 那不算是民營公用事業 不是 好 那你就找出瓦斯公司 我跟委員報告 從經濟部的角度 我們絕對不回避 如果法律 要面對這個問題好不好 對 一定要面對 下班前把那個資料送給送 真的 我們法律見解出來以後 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不回避 OK 謝謝 第二個 我們經濟部所屬的 這些財團法人 剛剛其實有委員 好幾位委員也提到了 對於這個 就是說大家會覺得說 對於這個 國內的事業 就是說自有了財源的問題 自有財源大概有占多少 所以每年的預算裡面 政府還要編預算來補助 就是說你承接政府的標案 這是另外一回事 你要編預算來補助 有多不多 來 請您按開關 好 謝謝 大概有些單位來說 很多的話像這些台積社 什麼這些工程公務公司 它就是 它都自己去跟 這個 是屬於民間的一個行業的角度 對 我了解 你承擔公務部門 我們那是另外一個議題 就是說 你有沒有一些 退休的工部門 工部門也好 或者是國營事業 然後退休再去做 那是另外一個議題 其實這是可以考量的 可以討論的 但我想說 自由財源不足的部分 你們進一步還有沒有在編列預算 或是有沒有在編列 大概除非就是說 政府有 編列公務預算來 我跟委員報告 譬如說 有政策任務 互以它來協助支持 我們的產業發展 然後要去做R跟D 技術研發的部分 那譬如說像自行車中心 那這個部分呢 它有單付自行車產業 對 那你做 其實自行車中心還有啦 這個什麼 食材啦 資源啦 對 那你應該政府要編 譬如說 我要研究哪一個部分 研究哪一個材質 研究哪一個技術 那這個是偉辦嘛 這個部分也跟委員報告 那這應該是偉辦嘛 譬如說 或者說進一步你那麼多科專 產業推動辦公室 它就會去找出產業技術缺口 聽我說 你們就有個 你們可以有編列一個科專嘛 他們來申請科專 你們用偉辦的方式來研議嘛 那這跟 編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公寓算是不一樣的呢 來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你說 來 局長告訴我 來 你說 跟委員報告啊 基本上 補助的部分是 這個像技術處它 因為為了要維持它 中長期的技術能量 所以用補助比較偏研發 但是輔導產業部分 它就是必須要出來爭取 用招標 用投標的方式來爭取這個 補助 補助 偏研發 研發也要看績效 對 所以 之前才在講 中研院的這個技轉問題 工研院也有技轉 其實很多財團法人也有技轉 可是問題我們這些所謂技術部所屬的呢 根本我也不知道 技術處每年都有做績效的這個考核 最後一名的是哪一個 下年度 你告訴我 這個可能要問一下技術處 今天技術處 技術處不來 沒有 沒有 你叫我們尋找什麼 因為是上一次的 大概跟委員報告 那你給我書面的好不好 好 這我們一個資料給委員 就是說你們現在每年 你既然說 你告訴我們說 每年都有做這個技術的 技術處都有做一些考評嘛 對 對於一些政府來編列 其實坦白講 我們也願意台灣的這個廠商 有政府做後盾 或政府的財團法人當後盾 能夠這個技術上持續領先 可是我們幫忙廠商 share那麼多的R&D的這個費用 之後呢 得到了什麼 是有一些外部性啦 因為人家增加產業的持續領先 那就有更多人就業 更多人就有這個外部性啦 好 是沒有錯啦 但是重點是 政府也應該有一個 一個所謂的 一個所謂的績效的評比啊 甚至某種程度 你還建立一個回饋機制啊 當這些產業賺到錢之後 你怎麼樣支持這個研發 像過去生技中心 生技中心以前就是 就有一些民間的資金 有一些政府的資金嘛 那當他們研發出了新的技術 那做的時候 其實計轉之後 你可以收取 卓宇收取合理的經費 至少一本錢也要拿回來 那個有計轉費 會收取計轉費 是啊 我知道 我知道 計轉費不需要你交 翁集會交很多了 但是我想講的是 這個部分我們希望說 你不要老是在做一些 第一個 我們過去常看了許多政府的研究案 研究出來之後 就訴諸高格 也沒有實際上的做 我講的不是社會學的面 我講的是這個產業面的 訴諸高格之後 然後再等到明年多 再編 我們當然不喜歡 也不應該用這樣的方式 來花用公帑 所以說我們希望說 你要研議說 這個科專也好 這個研究經費的補助 我做的補助也好 你要有一個效益性出來 好不好 這個有 這個整個在技術處那邊 譬如說法人科專 業界科專 給我 尤其是你們所屬的財團法人 OK 你如果說 哪一個學校 哪一個研究所 哪一個研究所 來給你們申請 那個部分 是對外部的控管 但是你們所屬的財團法人 這個部分是 你們必須要 直接對我們負責 補個資料給委員 好 OK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我們有請 徐永明 徐委員 有請次長 有請審次長 委員長 次長好 次長 我們今天這個標題是 經濟部主管政府捐助基金 超過50%的 是的 好 那可是如果不超過50% 你大概有幾家 大概以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過去大概整個政府 建築有41家 民間建築的有61家 然後超過這一個所謂50 要來立法案的20家 我這邊想問 就是說這個50% 你當然講說 這是預算法規定 可是這個50% 會不會有巧門 其實這是我找到40家 應該算經濟部主管 40家財團法人 可是需要編制預算 送到立法院審議的 大概就有20家 好 那次長你看一下 我很有趣耶 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49% 哇 剛好不用來立法院 是不是 需不需要來立法院 這個沒有超過50下 對啦 沒有超過50啊 差一個百分點嘛 不只一個百分點喔 不到一個百分點 機密機械研發中心 33% 也不用來 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38% 也不用來 鞋類技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 48.88% 要不要來 也不用來嘛 我不是在質疑次長 我只是在討論一下 經濟部看到這些數字 會不會覺得說 這個49%不用來 48.88%要來 今天要來的 這個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95% 100%要來 這些 會不會有一些 特別安排在那裡 我們自行車 即健康 科技 58%要來 食材 食材 資源 產業研發中心 53%要來 差個5%就不用來 立法院也看不到他們的預算書 這個 這個董事長或總經理也不用來 市長這個部分要不要檢討一下 還是說除了這些50%之外 是不是有一些其他 因為公司法裡面講的是實質影響力 這我來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部分是當初是根據我們這個預算法的規定來 我知道 你捐助48%就好 你多少 一兩趴 我免得每年要來立法院被問 下一頁 市長 市長 你看喔 雖然政府累計捐助的基金都沒有超過50% 這幾家1234567 7家都沒有 你看喔 政府補助收入啦 政府委辦收入啦 政府委辦跟補助的比例 每一個都超過50% 紡織產業研究所 60% 商業發展研究所84% 根本都是政府的預算在養的 可是因為他的捐助比例只有44% 不用來立法院 這有沒有規避逃避的問題 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部分如果來自於政府委辦 政府的各個的計劃 比如說工業級的計劃啦 中小企業處商業處的計劃 那都你經濟部的計劃啊 也都會來立法院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說 這不是很好嗎 我捐助不要到50% 我不用來立法院 可是我所有的大部分 84%喔 你以商業發展研究所 84%都來自政府的錢 支撤會72.98% 而且他的金額比例又相當大 都上10億了 20億的 就 市長我有時候在想說 我們的委員在審這個 不知道審什麼 有些就故意在50以下不來 有些比較高的 就用政府的委辦跟補助來 拿那麼多錢都政府的錢 都不用到立法院來負責 市長 這個要不要檢討 報告一下 不要再跟我講預算法 我講說從經濟部主管機關的角度而言 因為譬如說 像剛剛委員關心的這些 牽涉到是 這些法人單位用到政府的預算 那這在審預算的時候 憑良講這些法人單位都會來立法院 都會來 是 可是不會像我們這樣子嘛 做專門的報告嘛 對 就是沒有專案 沒有專案的報告 可是他金額如果那麼大 譬如說我們講支撤會 幾十億的預算 而且大部分都是來自政府的話 不需要嗎 這個市長 是 我拿到你們的報告書裡面 第三頁 你這個105年度的預算報告的第三頁 他講說 直接跳到那裡去 他說大院審查預算有很多要求 對 你們都做到了 對 我想請問中興工程顧問 我們今天是執行長來嘛 是的 請執行長來 當時 委員會裡面 關心你們這個待遇問題 我想問執行長 你們的年終獎金現在都多少錢 我們現在的薪資大概差不多平均差不多在88萬多 不是啊我問你年終獎金啦 年終獎金我們現在是3.5個月 下一頁 這是你們的表 3.5個月 每個人都3.5個月 不用平均 而且要按照績效 是 3.5個月是一個總平均的概念 所以有高於3.5個月的 有低於3.5個月 也有低於3.5個月的 是的 那我想請問次長 工人員 執行長不要走 現在我跟委員報告 委員在關心的就是 政府的是2.5月 那怎麼超過一個月 那關鍵就是在於他的自仇的計畫的部分 那個部分呢 自仇計畫的部分 自仇計畫很深的 所以你這個是在欺騙立法院嗎 欺騙委員會嗎 你講說我們所關心這個年終獎金的問題 包含工作獎金 考核獎金 考級獎金跟七校獎金 應比照公務人員標準和發放 公務人員如果2.5個月 中興公司 來執行長 你們3.5嗎 平均3.5嗎 平均3.5 是 那我想請問次長 第4頁這個東西 你是講的是實話 還是在欺騙我們 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現在就是那個所謂 按照政府 用政府的計畫 引申的部分 他受註於年終獎金一定要 符合政府規定2.5個月 不是啦 市長 你第4頁跟我們講的是說 我們的這些要求 大院審查總預算有關對財團法人之決議事項 取消交通費啦 或年終獎金這個 因比照公務人員的標準來何發放 我看到不是啊 3.5 還有比3.5更高的啊 平均3.5啊 而且請問執行長過來 執行長請過來一下 不要走 來上下一頁 你的原額 183 179 179 180很穩定 102 103 104 105都很穩定 你的獎金月數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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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穩定 完全不受景氣影響 這比公務人員待遇還好耶 八尾委員 我們所有的收入啊 是完全沒有政府的一個監製 所以在屬性上 我們很類似於 那次長 那你第四頁 憑什麼講這個 我們的決議你都遵守了 大概我們原則上如果是用到 次長這是你來委員會報告的書面資料 是的 對不對 是 我以前相信你啊 結果我去查一下發現不是啊 這邊講 那請問執行長 你們有沒有三節獎金 三節的部分我們目前有 你們有沒有旅遊獎金 那個在三節 有 旅遊多少 一年多少 一年目前是編1萬6 一個員工1萬6 是 但有參加的才有 市長 我們公務員有沒有一年1萬6 有沒有三節獎金 公務員 多少 也是1萬6 公務員 有公務員也有1萬6 1萬6 怎麼算的 來我們說明一下 我們公務員的那個休假如果是 有14天再強制休假 那強制休假那14天 你用14天來算啊 那就可以用那個 用休假補助就1萬6最高 那我想請問執行長 你們 你們有沒有14天 你們14天之外 是不是再加個旅遊 1萬6 不是我們是 有辦每一年 有辦一個 有辦旅遊 那這個旅遊的話 有參加的 市長因為我時間有限 我只有一個要求 第三頁到第四頁 你所謂的 這個 大院審查總預算 有關財團法人之決議事項 還有 譬如說政府林派人員 年齡不得 遇65歲 我想請問中心顧問現在董事長是誰 董事長現在是我們這一個 前經濟部長施言祥嘛 是的 幾歲 剛滿65 剛滿65沒有66了 我不是說挑剔施言祥這個 我意思是說 你這麼多規定 我們回到年齡那裡 你知道 你下面這些財團法人 年紀最大多少 86歲 有81到85 10個 76到80 你說沒有問題 我官派全部都65歲 施言祥不小心 現在過了那個時間 全部改成民間的 153個人都是65歲以上 你當然可以說 我們 你要官派 我全部都用民間那個角度 可是我覺得經濟部還是可以管一下 市長我的意思是說 第三頁到第四頁 你講 好不好 好 否則大院審查總預算有關對財團法人之決議事項 你們都有去遵守 有辦理 可是我看起來都沒有 都有落差 2.5變3.5 而且還是平均數而已 我跟委員道歉 因為這我們把它講清楚會比較好一點 對 那你不要在第三頁第四頁白紙黑字的講說我們的決議 我只有兩點 第一個 很多財團法人喔 這個捐助的比例喔 控制在50%以下 根本就不用來立法院 第二個 你講說你有去要求 我們的決議你有要求去辦 沒有 一大堆有沒有的例外在那裡 我知道你財團法人你下面太多了 可是你要檢討一下 有沒有需要 我最後一個 那個人數的人別 前夜前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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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這個財團法人喔 有員工人數一人的 有員工人數兩人的 然後董事長董事30個人 董監事30個人的 員工人數八個人 董監事 不好意思 18個人 我當然知道這個預算不多啦 可是我一直說 那你成立這麼多 一人兩人的員工單位 到底他的績效如何 還是只是為了上面有很多人 在當董事監事董事長 所以 市長我們好好檢討一下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有請蘇正清市委員 好 謝謝主席 主席 麻文一下次長還有我們中興社 有請省次長 有請中興社 我們歐家瑞歐執行長 委員長 市委員長 好 早 市長 市長 你的報告書裡面說 配合政府政策 投入產業技術 開發及研究等 一五點點點 政府相關預算 投入到財團法人 是要達到政策任務 而非投入到 衝高財團法人的用人費獎金等 對不對 應該是 就是要配合政府的政策 是嘛 好 報告裡面寫得這麼清楚 但是實際上經濟部 你們有做到監督的責任嗎 我為什麼請中興社上來 中興社你們的用人費用 達到多少錢 在你們整個總預算的支出裡面 報告委員 我們有 裡面有兩個data 一個是140幾萬 那個是總共八個項目 那個叫做用人費 那如果以那個薪資來看 包含你們 對 薪資來看 你們的比例要多少 那個薪資的部分是88萬 因為那個 140多萬那個部分 是包括八項 你跟我講 我不是講這個細節 你先跟我講說 你們整個的用人費的支出 的比例 占整個你們的預算的多少錢 多少 差不多30%左右 對嗎 我統計出來是48.47耶 是你錯還我錯 我想報委員 那應該是有一些範圍的一個定義 好 我們會給委員一個比較精準的 你知道 市長 你知道 其他的這個 財總法人 他的用人費用 總這個支出是多少 預算總支出是20到30 那剛才中心社所講的 他也明顯比其他的高啊 那你的業務報告裡面 你所講的 我們是要達成捐助這個 投入財團法人 是要達成政策任務 而不是投入到 充高財團法人的用人費跟獎金 對 當初我們就是為了不要 立法院 為了不要 為了所謂的這個年總獎金 是怎麼你這間都可以3.5 是怎麼我們2.5 你們怎麼做比我更好 我也沒有做比你們更壞 所以才有那個主決議嘛 對不對 但是 到現在還在原地踏轉嘛 還是讓我們覺得說 中心社為什麼就是3.5 對不對 市長 如果說經濟部 不管你捐助多少 譚剛才有委員說的 超過五十個來立法院 不到五十個不用來 我們目前先不談這個 最起碼我們談的這個捐助到50以上 最起碼要有一個公平嘛 對不對 但是不公平嘛 現在大家在關心的就是 那個所謂的 2.5個月到3.5個月 差一個月 那個一個月就是 這些法人裡面 他也沒有用到政府的這個 價位 那我請問一下我們中心社 今年一百零五年度 你們有拿政府的補助嗎 那個計劃嗎 完全計劃都是 競標 完全沒有政府補助 沒有政府補助 完全沒有 所以你現在可以說到 很大聲 說我編3.5個月 是我自從計劃 所以我賺的錢嘛 對不對 今天你的意思就是 我怕他為我自己自從計劃 所以我有本書 我賺這些錢嘛 對不對 你可以大聲講嘛 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 如果不是這樣 那為什麼編3.5 如果是 你可以公開講 我們中心社 有本書 我都競標的 因為我有責到賺錢 我沒有去政府一家人 有沒有辦法講這些話 目前我們的所有計劃 都是競標而來 對嘛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這樣嘛 每一年我們也都有 從收入跟支出相減之後 有能力 講出來沒關係 是 我們不希望說 齊頭是平等嘛 對不對 我今天你自己大聲說 你今天可以大聲說 我都競標的 所以我們認定 在編列2.5個月以後 因為我們有本書 所以我給一國位 我對得起我的員工 因為他們付出 他們打拼 沒像其他的 沒要做事情 我也領兩國半會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這樣子 是這樣沒有錯嘛 你就大聲嘛 這樣對你的員工才會公平嘛 對啦 是這樣嘛齁 好 那其他的 其他的財總法人 你們的董事長 執行長 你們在這邊齁 用心去比較 人家董事長敢講說 我自酬計劃 我對你去 我對你去 政府交代給我們50% 我今天也不是講說 你們對不起 人家可以大聲的講 我編3.5個月 合情合理 又合法 那其他的 我們就乖乖的 按照我們的主決議來做 所以 市長 你認為中興社這樣講 沒有問題齁 沒有問題齁 那以後 只要中興社有拿到 任務的政府的一塊錢 那就不應該再編3.5個月了 是不是這樣 大概 現在 剛剛我們執行長講的就是 他現在所有的計畫都是 沒有接受政府的一塊錢嘛 他自己去市長 競標 所以他沒有拿到政府一塊錢 但是現在要注意 我不知道你 是要調平等比較好 還是他們這樣做 你覺得合理 我們來看 一個禮拜給我們一個答案 如果你們贊成 他可以這樣做 以後 如果有拿到政府的補助一塊錢 那就不應該再這麼編喔 是不是這樣 因為他怕他跟大聲講嘛 我沒拿到政府一塊錢 這裡我們來檢討一下 一個月時間 所以 理論上 感覺上是對 但實際上作為 你覺得應該可以嗎 因為這個會分大聲 這個另外一個面向 我也希望其他的財團法人 有本書做法 裡面 有太多 我之前說過了 有太多的預算編列 都沒有好好的去執行 而且 市長 你的報告書裡面 所寫的 根據我們 大院決議裡面的內容 你們 韓轉主管財團法人 確實遵照辦理 你敢來韓轉 你們有沒有督促 好 那我現在借時間 我再問你一個 我們當初有做決議 我們希望是什麼 為了 為了我們 之前捐過50%的財團法人 或是日本撤退 台灣接收其所遺留之遺產 而成立之財團法人 我們怕它變 由公共性變為私有性 這個像當時的台唐一樣 他們的另外那個唐穴一樣 所以我們又做了一個主決議 我們希望他們要求財團法人 董監事必須要半數以上人員 由政府公務人員單入之 對不對 好 半年內改過來 我要問的是 來 中國生產力中心在嗎 來 請上來 你們現在的組織章程裡面 你們的董監事 我們的政府機關代表幾個人 蘇緣好 我跟您報告一下 根據我們中心的這個捐助章程 那現在的規定的董事 是19席 對 目前那個民間是10席 政府官方代表是9席 有過半嗎 那我第二個報告就是說 監察人喔 是3席 然後監察人的部分是官方2席 然後這個 我現在叫董事 那監事 你認為現在就是說 我們的主決裡面有寫到監事嗎 不是 在代表整個董事會的時候 在表決的時候 我們現在的政府代表只有9席 不過半 報告 蘇緣 我們現在在運作 實質上是看中心 業務運作的這個正常性嘛 那現在 理論上沒有任何事情到現在是進入到表決 因為第一個 我們中心業務非常單純 沒有轉投資 我跟你講喔 是 理論上現在沒有動到表決 是 但是像當初 唐邪在運作的時候 他 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所以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修改組織章程 你跟我講一下 政府捐助50% 而且我們做主決議 希望你們在董事 應該要政府代表要超過半數以上 現在10比9 修改章程那麼困難嗎 第一個我講 你跟我講一個原因嘛 我們跟唐邪的情況 完全不一樣 我們沒有資產 也沒有 沒有啦 那個是另外一回事嘛 有沒有資產是另外一回事 今天我們就是怕重蹈覆測 所以我們才要求說 應該董建事 既然政府捐助超過50% 我們希望董建事 應該要超過有一半以上 這就是要扶起感度好的這個 我們不怕一萬就只怕萬一嘛 台灣有一個話要說好家債 也不說誰債嘛 所以我們才要求這樣嘛 有困難嗎 為什麼不修 市長 我們當初的決議要求半年內修 為什麼到現在不修 這個我們要檢討 所以 連這個最基本的監督都沒有做到 這個我們要檢討 沒有那麼困難 不像剛才講的 我們沒有財產啊 沒有要緊啊 重點這不是有要緊沒有要緊的問題嘛 重點這是一個制度嘛 人家沒有在承認啊 我們館50%在幹嘛 對不對 情何以堪市長 這我們要檢討 好 檢討 我們一樣好不好 我還沒有時間問你 好 這一分鐘就好 剛才這個 IPP業者 當初我們上個禮拜就有提出來的 來沒關係請回 市長 一禮拜 你們說今天會補嗎 我們到下班前 我們要檢討出來 這個立場前 這個就是不回避 法律見解出來 該怎麼 一禮拜跟這個問題 你如果說真的有面對這個問題 你們有沒有跟民營業者 開過幾次會 我們先 對這個會計師 市長 和律師 市長 所以你們都要不跟我們一起討論過 不知道他們 要贊成還是反對 你們只討論 一禮拜 你們到 一定要跟 下班才可以 我們現在從法的角度 先來看 看完後 要怎麼做 市長 這個我說的 我們的態度啦 所以 你要要求一個位 有什麼議員說 不要讓你們一個禮拜 結果一個禮拜 你也要拖到下班 你們為什麼要拖到下班 就是要拖到下班 就是要拖到下班 沒有啦 那不這樣啦 不這樣是怎麼拖到下班 我把委員報告 對不對 做事情坦坦坦坦 對 我知道你們做事情坦坦坦 但是為什麼要跟這個 要跟下班才出來 你們一定說 一禮拜 我一定要跟下班5點以前 你們就沒辦法 可以拿出來 讓我們看來在這裡 好好跟你們討論一下 對不對 市長 好 看你們的報告是怎樣 完全還有時間來排 好 謝謝 謝謝 好 感謝 謝謝蘇委員 其實這個中興社的問題 包括陳明文 陳委員 多位委員都提到了 其實是沒有拿到政府一帽錢 但是你們標的全部都是 我們政府的標案較多 所以應該是要打國際盃的時候了 不是一直在跟國內語明爭力 這是很多多位委員講的 好 我們在那邊有請 王惠美王委員 好 尤錦省次長 會員好 市長 我很高興今天看到我們有財團法人 打胸脯說 我都是無可保祖都是競標 真的很難得 但是本身對你們競標的定義也很存疑 但是還是希望你們回去 針對這些財團法人再做好督促的工作 今天要來跟你探討的是我們的這個MIT的這個部分 那我看你們MIT從2010年 大概有700多家的廠商 500項的這個產品 那很認真的推廣到了2016年 總共有1920多家的廠商 有14萬份的一個這個產品 非常驕傲 那本席要問是 這六年來成長了280倍 到底是你們績效好 還是發放的糊爛 是不是請回答一下 這個委員報告 大概我們在整個這個MIT的標章的發放 那都是根據標準來執行的 第一個要檢測 第一個檢測 我們民眾對於MIT的概念 應該是說它是來自於台灣製造 是 對不對 所以會認為說它從頭到尾 應該都是在台灣製造 對 台灣借責 可是呢 我們也在很多的一些所謂的大型賣場 看到一些低價的依望 他們呢 百分之九成以上 大概都是中國製造 再半成品 輸進台灣加工的假MIT 這個東西 到底我們的審核制度到底是什麼 這部分我會請我們這個MIT的 有沒有值得可以再去探討的地方 執行單位我們要他們去落實 因為我看你們的那個三個條件 我們的概念是完全製造完全生產 但是我們非常多的部分 是從提升它的附加價值 那如果一個廠商 他把我們進價的成本降低 把我售價的部分提高 35%是很容易達成的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都會去查 如果查了以後有不屬 我們譬如說標示不屬什麼 我們就移送檢測 部長 我希望你們 是 希望你們確實落實一下 不要讓我們民眾 因為 因為認同MIT這個標章 然後 拿到了刺激貨 這是非常嚴重的 因為有百分之九十 有蠻多的產品 它百分之九十的加工製程 幾乎都來自於大陸 因為我跟委員報告 台灣藉著有這個口碑 我也消費者 我也很興奮 所以我們好好來查 另外我們的管理辦法裡面 這個三個部分 提升附加價值 百分之三十五% 本席認為 有可能廠商會走後路 我把我進價價格拉低 把我出售的價格拉高 35%是很容易達成的 這個部分 能不能請你們 再跟財政部 好好的再去做研討 這裡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從身份來算的 從成本嘛 對對對 我希望你們測查一下 因為很多人跟本席反應 拿回來東西 既然都是大陸獲得 再來 有了這個張標之後 蠻多是被仿冒的 你看 這個東西 都有我們的MIT的標章 都在淘寶網上面販賣 但是本席又去查了 你們的這個 公告的一個項次裡面 卻是沒有這些產品的 你們怎麼處理 這部分 怎麼處理 怎麼處理 我看委員 你要這麼資料 我們來處理 對啊 我給你提供你們的機制在哪裡 這是本席一直很擔心的 我不斷的在 我們也不斷的在國內廠商 也好 在一些場合也好 一直在推這個MIT 好啦 你們如果對於這個仿冒的 廠商 你們有沒有什麼制止的辦法 他在大陸你們查得到 查不到 主要大陸這裡比較麻煩 因為普通這裡我們有定期查 跟不定期查 商標你們能不能跟他做什麼處理 他濫用我們商標啊 不是嗎 商標註冊的意義不是在這裡嗎 對不對 來局長要不要你回答 比較快 跟委員報告 因為MIT我們在大陸也有登記 所以如果我們去查是可以去處理 當然就是這個淘寶網 畢竟是大陸 再來喔 依照商標法裡面的規範 還是太低了 他那是三年以下 或區域或病科20萬以下的罰金 我拚了一項 拚了會過 我給你講 我賺的不是這20萬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商標法的這個相關的部分 你們要再去做檢討 另外你們35%的這個部分 我還是希望你們有機會 跟財政部再去做檢討好不好 找出問題來改善 好 再來 我們現在的這個 MIT的東西本期一直啊 希望說你們能夠廣為推廣 我看你們現在也針對這個 所謂的這個 商店 那個這個電商的這個部分 在做努力嘛 那 我們去年呢 聽說在全世界MIT 只行銷了兩個地方 是透過中衛 那本期想要了解就是說 全世界這麼多的國家 我們在推廣我們的MIT 竟然只有兩場 第一個到底夠不夠 第二個 你們有沒有什麼更實際的做法 有沒有 兩場而已嘛對不對 委員這部分啊 中衛來說明 我們有三種活動 第一個是我們把它進到我們的大賣場的通路 那現在有二十幾個大賣場 我們已經有 台灣的大賣場嘛 對對對 大概有25億 每年有25億的銷售 希望你們能夠讓它到世界各國去發光發亮 所以我們希望你們比照 類似像我們的手工藝 用實體的MIT管 你整個管 只要全部都是MIT 所有的台灣的產品 一機要公佈 對台灣產品 你的MIT的這個品牌 打得有夠的話 它就自然會來了啊 這我們來俗課啦 好 透過跨境電商 我們讓這些MIT的產品走出國際 好 再來本席要再跟你探討 我們企業跟我們講他找不到工人 我們的學生告訴我們他找不到工作 現在一樣 想要做工廠的老闆跟我們講說他找不到工業用地 可是我們的工業用地卻是閒置有686公頃 那到底問題在哪裡 臺灣到底缺不缺工業用地 這給委員報告 這有的是七位的問題啦 再來就是公共設施 還有一些這些 因為過去這些秋雄以外移 我看你們最近的幾個做法 第一個好像有十大 十大圈地大面積的你們在做煤盒嘛對不對 對 好但是呢 本席看了一年多喔 你們的成效不佳 136公頃啊 才11公頃多喔 不到一成的一個煤盒啦 第二個我看你們現在新的資度 大概是想要把它試駕買回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對 好 那本席要問啊 這些土地都已經被炒到一定的價格了 你要用試駕去買回 我們準備去當冤大頭喔 然後呢 你們有200億可以買回嗎 這部分大概 會不會又違反到我們憲法 保障人民財產的問題啊 請回答 這個部分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會透過修法的程序 來進行 然後我們買回到 最後還是一樣 就是有需求我們才去買 這樣大概才會平衡 有需求 有需求才會平衡 所以本席有兩個建議 第一個 我們過去違章工廠的登記 麻煩你們繼續再努力一下 讓這些中小企業的人 他們有一個出處 然後盡量能夠就地合法 我們政府沒那個魄力去把人家拆工廠啊 所以能夠就地合法 讓它的產值更增加 自然而然帶動我們的投資 我想這不是一個方法 第二個我要拜託你們再去查明一些事情 我們的一些工業區的開發 後續都有一些所謂的開發公司啊 下面的弊端很多啊 我今天工廠在假地我旁邊有地啊 我這個假的公司我買不到椅地啊 都被你們內定內部的一些人啊 全部都創去外面啊 開了一個小公司 沒有營業額 弄了一個小木屋 就佔領了 這個這部分我們會檢討 因為過去有發生過 這部分我們在整個的 不是只有發生過 很多喔 我們張兵工業區就有這樣喔 配合著仲介公司喔 我們的開發公司 配合仲介公司去搞喔 我們有定一個期限 沒有我們就買回喔 現在新的都是這樣 我買回我還是要強調 不要當冤大頭啊 人家炒過一批 一批土地完了之後 你才去買回啊 好不好 這個機制你們一定要去嚴謹一下 真正讓落實想要工 有工廠的人 能夠有土地啊 讓我們的產業真的能夠升級啊 能夠發展啊 好不好 以上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有請陳明文 陳委員 謝謝 好 主席我們請處長 有請我們省次長 委員好 處長 上個禮拜 我特別執行過 我們希望經濟部能夠提供財團法人 有三種手法規避立法院監督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降低政府監治的比例 來規避立法院的監督 第二個就是用財團法人的資產 再去成立基金會的 還有就是直接修改董事會的章程的 譬如說把董事選下一任的董事 這種方式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是希望你應該是這個禮拜吧 要把它送出來 有沒有送出來 我們到現在為止都沒有 我跟委員說 兩禮拜啦 委員那時候說兩禮拜 我煮煮煮好 不是兩禮拜夠了嗎 今天拜三呢 我是上上個禮拜 我記得好像是兩禮拜 頂禮拜而已 頂頂禮拜 沒有不不 頂禮拜 頂禮拜 又一禮拜 時間又要晚喔 對啦 我記得好像 頂禮拜啦 頂禮拜所以又一禮拜 我們可以趕緊就差不多 希望比較快 好 我知道 沒有問題吧 有沒有在這位 有啦 有在做 有在做 我們商業師在做 商業師站起來一下 有沒有在這位 頂個頭 付出掉 付出掉 好好好 還有我還是比較關心的是我們 財團法人的轉投資 今天來的是幾家 七間 不是說這一個禮拜要來十家嗎 怎麼才七家 還有沒有 明天還有三家 對 那今天來的是 台灣機店 還有中興工程顧問 我看起來好像我們總共有 總共有九家 是我們財團法人轉投資 七家是50%以上的 兩家是15%以上的 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有投資台北市貿易中心股物紐線公司 百分之一百 你有資料嗎 有沒有 有沒有 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在說的意思是 這些財團法人投資的這些 這個 等於是孫公司的 有的是孫公司的 譬如說 這個我們今天來中興 中興顧問社 有來吧 有來吧 好 來 這個部分就是 你上面是中興社吧 是不是 中興社 中興社 再下來是 公司 中興工程公司 中興工程公司 下來的主公司還有哪幾家 就譬如這個畫面上看到的像 環心 夜心 還有呢 還有錦心 藏心 等等 等等 等等就是還有很多家 你練不完是不是這樣子 等等 十家差不多 還有十家嘛 所以你這十家 你包括環心 夜心 等 十家 這有夠多 這十家都是中興公司 百分之百投資的 它的規模 規模大小不一 然後我們只要的一個考量點 就是在大土木領域裡面 好 來 那吉星呢 吉星是從基金會 基金會裡面 從基金會這邊衍生 就是最左邊 中興建築給中興工程科技研究發展基金會 是 然後基金會再投資吉星工程公司 也是百分之一百 沒有到百分之百 六十七一趴 吉星是六十四趴 所以也就是說 吉星 夜心等十幾家公司 都是跟中興社相關的孫公司 是不是這樣講法 概念上是這樣子 那這些公司現在基本上 我們基本上都沒有辦法監督到 立法院都沒有辦法看到 其實我要跟人 要查這幾家公司 查得很辛苦 我問你請我一個中興公司 中興公司 他向我們這一 我們的那個 議決算都有報 都有報到我們立法院 哪一個中興公司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就是第二層的最中間這裡 主公司這個 對 就在那邊 不是 我是社 你社 中興社 要在中興公司 正中間這裡 正中間下來 我知道 中興工程顧問 有限公司 意思是這樣子 其餘的中興工程 環境科技 夜心環境科技等十幾家 基本上都是我們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所投資的 所投資的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甚至有百分之一百的 這些的公司 基本上 都沒有辦法 立法院都沒有辦法監督到 是不是這樣講法 是不是這樣講法 處長 這樣是不是這樣說 處長 處長是不是這樣說 跟我們說就是這樣 所以他現在跟我們說的意思是 他說中興社 我有來 中興工程公司 我有派一個副總的來 這樣就對了 意思就是 這樣就對了 你現在對我來講的就是這樣 不是這樣說 處長 是啦 這樣可以嗎 你認了 你認了這樣可以 這個都不是小公司喔 如果在民間都是相當大的一個公司 對你們來講的都好像不卸喔 但是事實上這些公司 甚至於基金會所投資的這幾家公司 事實上他們在如何 在那裡有過半年沒人看得到喔 完全規避立法院的監督喔 這樣的一個運作模式 你認為合法嗎 你認為可行嗎 處長 你當了處長那麼久了 這是你夜管的監督單位 應該還是要列入監督啦 對要怎麼處理你認為 這個我們來檢討 你要怎麼檢討 我們來給我們一點時間 我們來檢討一下 就是現在尾關心的社會期待的這個部分 好那是不是這樣子 中興社你簡單跟我說明一下 現在的這幾家投資公司 每一家大概現在的一個營業狀況怎麼樣好不好 我們的營業額裡面最大是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也營業額一年差不多30個卡刀左右 那現在也積極在扣展海外的業務 因為國內的公共工程也執見飽和 那另外衍生出來包括像環芯、夜芯、蒼芯、景芯 因為大土木裡面 我們現在政府也在推動系統整合的一個技術服務輸出 所以我們這邊的包括環芯、夜芯、景芯、蒼芯等等 就是希望把產業架持念 從上游、中游、下游 就是說把它整合起來 整合起來 剛剛那個像主席也在提 等於說我們要把這樣的一個業務擴展到海外去 然後擴展到民間去 這樣的一個業務必須要有一條龍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其他的這些由中興公司再轉投資出去的公司 它的規模跟嚴共比較小 營業狀況怎麼樣 是是 都有營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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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餘應該是都有 蛤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有營餘嗎 跟委員報告 中興工程公司 那個每年都有營餘 你們不是被停牌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 蛤你們不是違反101條款嗎 沒有沒有沒有 目前是在工程會申訴當中 蛤 所以還沒有正式停牌 還沒有 對對對 蛤 所以你現在 你現在所有中興工程顧問公司都有營餘 以下十幾家公司 都全部有營餘 是不是這樣講法 要不要這樣說 我每個委員報告一下 不可以這樣說的意思是 都很了解 沒有沒有 有賺錢 不你 你跟我說一下 我跟我們說 我跟我們說 我簡單講 我簡單講 你一家一家講 好好 你對英文很熟悉 我們或許很多人都不熟悉 好 因為這一個 我們手中根本沒有這些資料 我簡單報告 我要講 我要了解的 譬如你中興顧問公司 所投資的 環星 夜星等十幾家公司 哪幾家營餘 哪幾家虧損 你現在簡單規列一下 好 我們中興公司轉投資的 這些子公司 總共幾家 總共 國內四家 國內四家就是剛剛講的 國外幾家 國外六家 就總共十家沒有錯吧 這個環星夜星都是國內的 對 四家裡面 對 這四家都賺錢嗎 夜星賺錢 環星賺錢 昌星還沒有開始 景星賺錢 那也就是說都賺錢了 昌星還沒有 就還沒有開始 營業 對 剛剛才要開始 海外呢 海外因為是配合政府要走出國際 所以我們才成立的 在印尼成立有一家 也是去年 剛剛成立的 九月的時候才才成立的 都全部是工程顧問公司 是不是這樣子 不是 我以為我們 還是工程公司 工程公司 營造公司 沒有沒有 既然走到海外 我們不需要只局限於顧問公司 所以顧問你也可以做 營造業也可以做 所以我們在緬甸也有設 在印尼也有設 這都是配合政府 六家是設施在哪幾個國家 目前 跟委員報告 大概就是緬甸 緬甸 印尼 澳門 中國大陸 還有 溫來 溫來 還東地運 還有 東地運 還有一家 還有一家就是那個 印尼 我們印尼有一個辦事處 還有一個 還有跟印尼 好 這海外的六家裡面 對對對 都虧損還是盈盈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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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照 照我這樣 照你這樣講 大概都是在東南亞喔 對對 大部分在東南亞 所以沒有虧損的理由喔 對 目前沒有虧損 我跟你講 綿星印星就是去人才成立的 所以應該說起來都有賺錢喔 如果要說起來 在印尼 在綿甸 在這些東南亞這些國家 都賺錢喔 是不是這樣講 我剛才印尼到綿甸 是幾年比較成立的 這我不敢說 還沒滿一年嘛 村的都賺錢 沒有錯吧 沒有錯 所以到現在為止你都賺錢嘛 是 是不是把報表也一併 在下個禮拜 能夠給我們委員會 讓我們也了解一下 好不好 因為事實上到現在為止 我們發現喔 這個 這幾家公司 所轉投資的 有的是都是高達百分之一百趴 所以到現在為止 我們等於是 歷完都沒有辦法去監督到這些公司 所以這些公司的營運的模式 是如何 我們也不了解 營運狀況 營運的這個營餘 有 是營餘還是虧損 事實上我們都沒有辦法了解 這是不對的 我是認為這個經濟部 基本上 是應該要 要 全盤去做掌握 然後 這個 像未來 像明年開始 這個明年開始 我們希望 我們財團網 轉投資的這些 主公司 孫公司 的營運狀況 都一併 應該 要到立法院來做報告 如果說他們主公司的這副人不能來 那最起碼 中興社以下項 中興 這個工程 顧問公司 基本上你應該要派 總經理董事長來啊 沒有這吧 但是事實上好像派一個副總來啊 好像是在應務了事啊 這也不對啊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市長我是希望這個 這個 這個我們不要把很多的這個 這個 財政法人的業務 那麼切勾出去 把它公司化以後 然後這個 規避我們這個 這個立法院的這個 監督 我想 這是一個我們 這個 應該要去特別 去關注的這個 監督基礎 好 那另外我想 好 那個中興 那我要 接下來我要問一下這個 這個 台灣基電 台灣基電 董事長 你是不是簡單來說明一下 你現在這個營運狀況 包括委員 我們台積社以這個 國外的營運這個工程為目標 所以我們現在主要的工程是在這個關島 有 原來有兩個電廠是由我們公司在營運 那最近呢 又有的另外三個電廠呢 也經過競標啊 拿到了 所以 關島大部分的電廠幾乎都是由台積社在營運 機電工程社是 是現在是整個營運上都是在關島 你的意思 關島還有這個配合我們外交啊 在聖多美 也有個電廠也在 都是在國外嘛 是是 那你這個天美食呢 天美食有一部分小部分是在國內 但是呢不是拿了公交的這個政府的這個 天美食是你們台灣機電 投轉投資的 100%的轉投資嘛 是是是 沒有錯吧 是 所以這100%的轉投資基本上也還是 規避立法院的監督嘛 所以我們現在也沒有辦法了解你天美食 我們這些這個營運情況 事實上也應該未來也應該納入好不好 好這個我給委員拜託 我們立法院做成結議 我們行政部門來全力配合 因為大家都有期待這些主公司 做成結議也未必你們 就能夠真正的去執行 我們來配合 我們過去也是也是講過很多次啦 譬如我們也曾經做成結議 像自來水公司 我們是希望520以前 希望所有的這些國營事業單位 人事上都應該要凍結 但是我們看到的這個520之前 就是5月3號 5月3號 5月3號自來水公司 發布了一批人事命令 為什麼會這樣做 是董事長要下台了 集了大作人情 還是總經理要下台 集了大作人情 為什麼會這樣做 請國營會來調查 我請國營會來調查 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這樣做對嗎 5月3號 發布了這些人事命令 是怎麼樣 他 他以前我們做成結議嗎 520以前 在這交接過程中 希望我們的人事都能夠 暫時凍結 為什麼要趕在520以前 發布這個命令 這個你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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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知道 完全都不知道 國營會今天有沒有來 今天沒有國營會 今天沒有國營會 對 我是覺得這樣子 不是說 你萬人說怎麼 你就怎麼做 你也是偷偷摸摸 對不對 說的跟做的 實在都不一樣 我們一定要追這個責任 對 我們要追這個責任 我是希望你回去以後 立即 這個進行了解 好 明天我們委員會 我們還希望如果 明天你還會來 你要跟我報告一下 跟我們委員會報告一下 到底為什麼 我們曾經做成的結議 為什麼他敢違背 好 我們謝謝陳委員 有請邱志偉邱委員 謝謝主席 先請審次長 有請審次長 另外主席總處 基金預算數的王科長 有請王科長 另外 中興社 有請中興社歐執行長 中衛租總經理 中衛租總經理 自行車中心 自行車中心 那個 欸 次長 梁志鴻 梁志鴻梁總經理 經濟部主管 或者捐助的財團法人 大概有多少 40件 剛跟委員講 就是說政府監住大概41家 41家 民間的話 按照預算的規定 要到立法院來備詢 20家 50%以上 多一半 多一半 如果49%也就不用來 40%到50%差不多 我跟委員說 今天大家在關心 大概49%也沒有來 這個我們來減 是啦 那那個 我想請教一下那個 基金處 主計總處 基金預算處 黃科長 這是預算法的規定 那你覺得 49%跟50% 基本上我認為是沒有差異 但是它就可以因此而 規避國會的監督嘛 我們預算法能不能改 因為那個 預算法能不能修 如果有需要的話 因為當初那一條一直 站在主計總處的立場 不過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預算法 它是針對政府 就是那個 政府機關的預算 一個編制的程序 所以原則上 我們主要是針對那個 中央政府機關的預算 籌編過 但是其中如果跟那個 我們財政法人有關 只有41條 那當初也是 那我也主張說 這個預算法相關的規定 要做調整 要做修正 只要是由政府 捐助財團法人 到一定比例 要30% 那你才討論 30%以上 他就必須要 要接受國會的監督 主計總處 有沒有同意 不過再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 那個財團法人 畢竟還是民法 畢竟規定一個司法人 那其實在預算法 所以你第50%的標準在哪裡 我們現在50%主要強調 它是政府捐助的那個基金 就是我們一般來講的就是 像創設 當初剛開始創設的基金 是啦 這個可以修法 我覺得只要是政府捐助 成立財團法人 就有這個義務到國會來做報告 接受國會的監督 是 這個科長您請回 社長 是 針對你們41家 捐助的這些財團法人 有沒有一套 績效的評估的機制 它的用人費用啦 它的收入有沒有增加 支出有沒有成長 它的營養有沒有增加 它人事費用有沒有增加 這個部分跟委員報告 大概我們有定了一個 監督的一個管理辦法 有哪幾家 它的營運 不如預期 或者你覺得有待改善 這個部分 我們大概就是 今天來七間裡面 你覺得哪一間 或哪兩間 或哪三間 它的績 不如預期 值得檢討 看看你的看法 跟我的看法有沒有一樣 大概看起來 這一個部分 整個從這資料裡面看 大概呢 這收入租出移出租產 負在競主這邊來說的話 看起來都還算不錯啦 所以你沒有一個完整的 績效評估機制 來跨每一個這些財團法人 它的營運的績效怎麼樣 它有沒有一個檢討機制 它的這個經理人 到底它的表現 它的能力 它的專業有沒有夠 這個部分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整個的一個績效 平和表資料 我們都上網 整個都有上網 所以針對四十一間 都有一個評估的機制 四十一家都有 都上網 那你覺得四十一家 來得來 覺得這個有多少比率啊 覺得這個績效有待提升 或者不如預期 那個商業師 跟委員報告 這每年我們都會做這個書面的這個績效報告 然後各個業管單位會做那個平和 那平和以後 績效報告我認為啊 還是有必要送到立法院的 我們都有公開 然後有在我們工商服務路口網都有公開 四十一家都有啦 有 全部都有 是 我問一下那個中興市 中興市 中興市收入多少 中興市收入多少 中興市 中興市 我們一年的收入 105年度 你們的預算收入 差不多五十億左右 差不多五十億 你們收入有那麼多啊 五億 抱歉 口誤 口誤 五億 口誤 五億 五億左右 奇怪 我說五億 然後 你們這個平均的 這個盡力大概是多少 這三年 這三年 我們平均盡力大概多少 七百萬左右 如果以傑義來看 差不多七百萬左右 因為有六百多 有八百多 差不多再七百萬 這個績效滿意嗎 跟委員報告 因為剛好 確實我們有需要再精進的地方 因為 那你要檢討 為什麼績效會變成你們 有五億的收入 然後你們這個 相關的益域只有七百萬 是 什麼原因 因為我們有相當比例 在 用人費用 佔收入多少 用人費用 以這個部分 剛剛有報告過 差不多三十多Percent 對吧 是 偏高 因為這個產業 在國內剛好在轉型 等於大土木的這個產業在轉型 所以你要針對你的獲利 你的餘餘 為什麼偏低的餘餘 找出原因 加以改善提出檢討報告 謝謝委員這個指導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以國際的業務 還有民間的業務 來做一個要求 所以你要 一方面尊潔支出 一方面增加收入 然後節省用人費用 幾個方向提供給你 都管齊下 等一下我會做一個臨時提案 請你們做一個檢討的評估報告 是 要怎麼樣提升你們的效能 另外這個中衛中心 是 中衛中心委辦的計畫 是 委辦的計畫 大概收入大概有多少 我們總共收入大概是 105的話 編8點多億 那在這裡面有包含政府的委辦計畫 不是啦 你是整個業務收入8.7億嘛 那你的委辦計畫有那麼多嗎 委辦計畫我們 委辦計畫的收入有多少 大概差不多7億左右 沒有啦 6.5億 你來這邊報告你的數字都比我 這個還不了解 那主要委辦單位還是政府機關嘛 對 一年大概有幾件 委辦計畫 大概30件左右 二三十件 從來沒有一年超過30件 二十多件 報告委員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總是 在計畫寫的時候 不見得會得標 但是我們有企圖心 想要去爭取那些計畫 所以你要有一個年度目標 每年要成長 今年是30 明年到35 後年到40 你才有這種 積極的這個 爭取的目標嘛 是 所以這樣子 你們整體的委辦計畫 收入才會提升嘛 是 報告委員 我們在那個政府計畫 這邊除外 我們自主計畫 是每年有成長3% 這樣給自己的期許 所以在自主計畫 成長3%主要是服務收入嘛 對 對不對 服務收入目前佔的比例也偏低 只有20% 沒有 差不多四分之一 接近四分之一 有到25了嗎 四捨五路是 我要你們中衛中心能力很多了 有大概兩三百位 三百多位 人力算是非常充裕 而且都是專業人士 你提供這些給企業的輔導 這些訓練 這些收入要提高啊 你知道 所以你把這個近三年 近五年了 你們服務收入的金額 跟他佔整體收入比例啊 提供一份資料給我 是 謝謝 自行車 委員好 自行車啊 他業務收入 我看這幾年都大幅減少耶 最高峰的時候有2.4億在101年 是 那今年業務收入你變得多少 一億六千萬 為什麼差了八千萬 因為主要是幾年前 我們在經濟部有一個 有一個算是 算是那個PO的一個計畫 IT的一個計畫 所以說 計畫掛在我們中心 所以那個金額會比較高 所以1.6億1.5億是常態性 對 所以我覺得你們還是不夠積極 是 你要把業務收入定一個目標 是 給自己鞭策 是 達到這個目標 你這個才能提升績效嘛 是 好 那我問你 民間收入大概多少 民間收入我們今年是 差不多一億千萬 有那麼多嗎 民間收入 我看資料 我看你們預算數是五千萬耶 那個是委辦跟補助 五千九百多萬 對 所以民間收入五千九百萬 那你的業務收入是一億六 不到 但委辦跟政府的經費是五千九百多萬 所以你民間收入是多少 一億 九千一百多萬 九千一百多萬 你說包括什麼 就是我們自酬的部分 我們檢測研發的自酬 所以這個部分是佔整體你們的業務收入多少 差不多五十多% 那你其他收入呢 其他收入就是政府的委辦跟補助計畫 對啊 政府補助一年多少錢 五千九百多萬 今年一零五的預算 如果政府沒有補助啊 我看你們績效很差 你相對整個自行車產業的產值跟外銷 跟整體的這個產業的發展 相對你們這個能量 營運的能量 我覺得這幾年 跟前幾年做比較是大不如前 是 我們 我這部分你要提出一個檢討 是 怎麼樣提升你們營運的效能 定一個相對比較積極的目標 這樣子 你才能服務產業 才能扶持產業嘛 是 謝謝 好 我們有請廣畢領館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請次長 有請審次長 今天為什麼是六分鐘 對不起 我先問一下時間 對不起 今天是六加二 如果您要延長的話 我們就會視情況來決定 謝謝 好 謝謝 市長 我先問一件我關心的事 就是今天在媒體上看到說 中鋼對外表示 離岸風力發電 國產化可能 就胎死腹中 我很震驚 這是什麼意思 好 這個我也不允許 我覺得是這樣 是 大概整個離岸風力來說的話 大概現在整個規劃是 2025 3GB到2030會再加1GB 4GB 然後新政府還會再追加到6GB 等於4GB 是因為時間的壓力嗎 對不對 我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希望 你會把國內產業帶起來 這個是一個 我們義不容辭的事情 那他現在跟香店的合作計畫 因為國產化的比例造假 所以現在暫時我們沒有讓他進來 現在這樣 但是為什麼因為這個樣子 就不做國產化 為什麼會這樣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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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清楚 第一個 所以今天媒體的報導是不對的 不對 你們一定馬上要更正 因為很簡單 無論如何再繼續發展下去 對 現在大概我們再跟西門主跟日達吉在談 也一定要朝國產化的方案下去談 對 不管你們跟誰談 對 在談的內容絕對有技術移轉 國產化的這一塊 對 因為這個量大 大概未來大概如果到4GB就有800套 對 800套 好 這個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們今天談很多財團法人 是 其實本席在交通委員會的時候 我看到交通部門一樣 到經濟委員會來也一樣 是 我們有太多的國營事業 或者是政府機關 他設置了財團法人以後 然後層層再去設置子公司以後 再去設孫公司 財團法人又去跟這些孫公司合作等等 回頭來承攬政府的業務 或者是承攬國營事業的業務 這個機制即使在我們經濟部門 所屬的財團法人或國營事業也一樣 對不對 是 這個部分跟本席理想中 我們財團法人或者是官方 國營事業跟財團法人 他在整個產業鏈當中 他應該所佔的位置 跟我的理想差很遠 我認為譬如說以國營事業來講 我國營事業在產業裡面扮演的 我希望是這個產業裡面 龍頭的角色 或者是我是佔據R&D的位置 所以我要去弄子公司 我要去或者是你經濟部要去弄財團法人 我們最重要的還是R&D的角色 然後最後要去做技術移轉的工作 扮演這種角色我覺得OK的 現在我們要求國營事業要加強投入R&D 而且在產創修好我們要把它修了 可是你在實際運作上面有太多的子公司分公司 到最後國家資本的比例佔的已經都很少了 可是它卻變成固定是承攬我們國營事業 或者是承攬政府機構的一個單位 這個基本上角色就是錯的 與民真理的角色非常的明顯 跟它佔據技術移轉的研發角色來講 是完全不一樣的角色 這個其實你們應該要糾正 這個我們會來注意 對 像以這一次我們看 我特別請助理舉一個例子 像這個例子 我們台積社就是台電的高層過去的 因為它是我們所屬的獨立機關 附屬機關 你看看 來 一張一張下去 它跟新能公司 你看看這個新能它是台氣電 氣電共生 台氣公司的集團裡面的一份子 到最後 到最後我們台電在新能裡面所佔的比重 它的股份才多少 才27%而已 可是呢 它用的都是我們的主管 我們還可以用 像這個董事長 我們還可以用留職庭心 讓他去擔任他的董事長 是不是這樣 你看新能的董事長 蔡敬發 她是不是留職庭心過去的 她兼董事長跟總經理 一身兼 可是當我們層層的子公司 孫公司到新能的時候 台電在那裡所佔的資本才多少 才27% 才27% 可是新能回頭呢 她去承攬去承包台電的工程 這以我們平常的採購法的概念 或利益衝突回避的概念來看 這個架構都不對 這個架構都不對 我台電的官員去當董事長跟總經理 然後我回過頭來 承攬台電的工程 我覺得這個部分還是盡量回避 你要幫次長是不是 又不用了 這個架構我希望我們通盤下去檢討 好不好 尤其民間的產業其實 譬如說 本席為什麼會關心這個問題 因為在交通部門 就出現了 我們的港務公司 成立了六家子公司 而這六家子公司 就保證承攬港務公司 它的船舶管理它的裝潮 它的轉運 這些業務 傳播運輸也好 或者是裝潛也好 那幾乎百分之百 是由他們來承攬 它包到了以後 它還是轉包給民間的公司下去做 它如此與民爭力 無非是希望我統包 然後我去做好我港務公司的業績 那基本上到經濟部門來的時候 我看經濟部門也都是這個樣子 我跟委員報告 像興能台積電 台灣氣電 當初是因為電不夠 然後是要由一個民間的 這個氣電共生公司來推動解決電力開發 不足的困擾 那時候很多的環評抗爭 所以有那個背景 但是最主要是解決電力的不足 這個有當初成立的一個任務跟背景 那現在已經到了你們差不多要重新做一個 重新的檢討的時候了好不好 大概我們強調還是推動這個 所謂的再生能源解決電力不足 可是你們如果他發的電 你們買回來的電的價格不是很高嗎 一定要有競爭力 這個都是公開的鈍購的電價 鈍購的電價下去嘛對不對 然後根據我們上個禮拜 要你們回去檢討的 到底他是不是應該要提過公基金的問題 我們下班前 我們這個主要會出 我把委員報告 我們整個都不回避 坦誤誤這樣而已 法裡面規定 只要我們就依法辦事 基本上兩個很重要的重點 我們的法律並沒有去分樣態 並沒有說直接消費者的 才叫做民營的公共事業 我現在交了兩個人在分析 希望下班前會出 出來後會把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結構基本上是一體 幾乎他在人事上 他在人事上 跟在利益的結構上面 幾乎是混為一體啦 當他混為一體的時候 我們法律的規範 希望他 你知道嗎 資本額25%以上 才提撥公基金 換句話說 他所賺取的盡力 在他資本額25%以上 才提撥公基金 以那幾家民營的電廠來講 他們的資本額最少都超過100億 最多有300億 那25%的意思是 如果讓他一年賺25億 那25億以上 才提撥公基金 已經保障他賺1 4分之1資本額 結果他還不提撥 這個確實是你們過去是放水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 我再度提醒你 你們資料不是馬上要研究出來 一個禮拜也到了 今天下班以前 我們也會請能根基跟委員做一個報告 記得喔 賺1 4分之1的資本額 而他的資本額都很高 最低的資本額我記得是106億 最高的資本額是到300多億 是穩保證他賺到1 4分之1的資本額以上才提撥的耶 這個不提撥實在是很難說的過去 我一年賺25億以上才要提撥 結果又允許他不提撥 這個我們沒辦法接受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我們有請張立上 張立上張立上 張委員不在 有請高智鵬高委員 那高智鵬高委員質詢完後 我們就處理臨時提案 主席是不是有請審次長 有請審次長 今天審的這些單位 是的 其實有一個法人科技專案 主要由公研院資策會生技中心 金屬中心這些法人研究機構 推動執行比較前瞻性 關鍵性的這些產業技術研發 什麼完善研發環境基礎設施 光105年就編了133億的預算 這個審次長知道吧 如果我們去看看 101年度到103年度 這些菜單法人當年的所謂移轉收入比 就是當年度的研發成果的技術 及專利移轉總收入 來當分子 除以經費的投入數 這個叫移轉收入比 我們看到 今天我們要審的預算裡面 十支中心 連續三年都是10%以下 101年4.7% 102年4.3% 然後103年5.1% 自行車中心 也是 三年有兩年 低於10% 好 那 這樣子的移轉收入這麼偏低 到底是什麼 是 是這些成效還要再提升 還是這些成果 我心想要委員補個一個 委員 第一個 這些法人大部分都是 比中委員差很多 這些 經費這些法人賦予他的任務 就是環境建構完以後 然後去做RD 然後讓產業發展有一個好的環境 那 委員在關心的就是說 這些收入的部分 計轉費用等等 這 來講 有改善空間 但是目前來說的話 經濟部這個部分 算是所有部會裡面算是 算 不錯 算不錯 但是我心想 委員有期待 還是有改善空間 跟中原院比 中原院跟那個 跟那個公司 我跟他說 跟委員補個 中原院是比較前瞻的 這樣數據就夠了就是 就是 他們比較前瞻的 我們是應用端的 那不一樣 他們都比較協理 比較基礎前瞻 我們這裡是應用的 這裡比較屬於這個 應用面的研發 比較應用面應該 應該比較容易看得出成果 不用說怎麼投資個 像基礎建設 要長線來看啊什麼的 你可以跟我講說 他是比較應用面的 比較應用面的 應該這個 移轉說明比 會比較好看才對 你說我這個就是 純粹研發 或者說是 我們現在研發之後 也是移轉 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 移轉這樣子 是不是會不會太低 有沒有什麼可以檢討的 這個我是像 你這樣 社會跟委員期待 這個比較應用面的 我覺得我們可以來檢討 就不用 聽起來就比較不用那麼長期 這個要長期 慢慢 有這個 整個事情 第一點就是 慢慢 浮出金蛋 你再說 這個是比較應用面的 我們大概這些法人 互以他的任務 就是從事這些技術的研發網 寄轉給我們中小企業傳統產品 你們有沒有什麼 就是 進進步有沒有一個什麼 評比的標準 或者是什麼 或者是你預定的目標 好 說 你現在都是個位數 依然說不定 都是個位數 這個是我們可以容忍的 我們本來就打算是要 放長線釣大魚 沒關係 你跟我說的也沒關係 那有沒有什麼評比的標準 你也不能就是這樣放著說 反正 慢慢來 也不去注意他的績效 其實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像這個科技預算的事情 科技部都有一個定目標 我們都照那個 科技部的那個 遊戲規則再亂 現在委員 你們變了以前然後照科技部的 標準 那個都是從科技部裡面的這些預算來 我都照顧遊戲規則那個路 這樣 不是遊戲規則 那你 遊戲規則那是什麼 那問題是我現在講說 你們到底這個績效的檢討 這個我們來檢討 我覺得還有空間 委員有期待 這我們來檢討 好 市長 我再問你 是 這件報紙寫的 這個 因為缺乏水源 那個臉書說要 Facebook要宣布暫停投資100億在彰化田中 產業中心設置置資料中心 這我給委員報告 這個Google Google在台灣 Google在張斌 Google在台灣 Google在台灣 說三個美金這也是水 沒問題 但是我這裡 你現在說水沒問題 到底是有問題 到底他 他是不是因為水的關係 我 我 你知道嗎 那個 很離譜 Google在張斌工業區 這個雲端 這樣 他一天用水量才700噸 你知道 他只要700 連700噸都出問題 你們說那個臉書這個 說 可能要6千噸 那現在又跟我講說 沒差 你們本來就有1萬9千噸 這把委員報告 到底是不是水的問題 我跟你說 跟委員報告 這個 起初來的 是 對水有期待到輸求 從政府的角度 政府的角度 一定要滿足投資者 在水電一定要滿足 這沒有問題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自由時報 全部都出來 自由時報 今天歐翔宜寫的 大概都有出來 所以到底是不是 這也不是我說的 工業總會 104年7月 那個產業 政策白皮書就說 你說現在是 五缺六師 第一個就講缺水啊 所以水到底有沒有缺 到目前 你現在不是只是兩家公司 這兩家是全世界最有名的 現在我把委員報告 台灣追逐完 這兩家最有名的 現在讓你說 因為沒有水 沒有沒有 把委員報告 這個案子 整個的水電 沒有問題 這我們一定從政府的角度 這個投資者 我們一定要滿足他 在水電的部分的需求 好啦 到現在有沒有要投資啊 有沒有要繼續 有啦 有要投資啦 金額沒有變 不要再在這邊 我跟你說 你自己也知道 這兩家公司 現在全世界最有名的 結果這兩家公司要來 本來是 高興來不及 現在公司是因為缺水 因為什麼問題 不投資 傳出去 建設市 沒有人要來 不會啦 我們現在 本來最嚴重的 這幾年 我們聯合國 2015年的世界投資報告 台灣吸引外資的能力 在全國211個國家或地區中 已經排名倒數第五了 你不要說 這個還不是最慘 因為2011是墊底 是史上最慘 現在算是進步四名 這個是警訊 這個 市長 你也待了這麼久 現在 整個企業 除去暴增 家庭除去拒檢 這很嚴重 你也知道 所以 如果 再有像這樣 Google或臉書這樣的事情 那個真的 看 看是怎麼一個產自了得 本來就倒數了 你只是印證了說 台灣就是最沒辦法吸引外資的地方 投資會2015年說 橋外投資的執行率 降到71% 比去年更慘 那表示什麼 一些礦法的造語 根本沒有執行嘛 就是 是不是就是像 像Facebook這樣的情形 可能不只缺水 也缺別的 這質疑這麼低 這個不用檢討 環境裡面所產生的這些 水啦 店啦 勞工啦 人才啦 土地啦 這我們一定要盡量滿足 這個投資者的需求 所以剛剛提到Google這部分 我們呢 都有在處理 而且呢 都跟他保持密切的聯繫 所以會繼續投資 會繼續投資 是 不會撤廠 不會 現在 之前當然講說暫停投資 暫停投資 暫停投資 沒有啦 因為這我們跟他簽有MDA 所以我們不方便說最少 你放心 我放心 大家都放心 沒有 沒有 所以你看到今天報酬都出來了 其他橋外資放心才有用 有 我放心沒有用 所以這個自由時報就引用Google的話 講的蠻多的 好 市長要加油 好 謝謝 好 我們 我們現在來處理臨時立案請宣讀 那是拜託高委員留下來一下 抱歉 不好意思 歷史提案 第一案 有建議經濟部工業局針對 閒置工業地支處理打算依法 強制買回 然而出估購回土地支出高達200億元 目前政府財政困難而強制買回的措施 又牽涉私人財產保護的憲法問題 立法難度相對困難 原提案要求經濟部一個月內提出 強制徵收閒置土地外 如何透過多元管道的機制以活化 閒置工業用地支檢討改善計畫 並送交經濟委員會提案的王惠美委員等人 第二案 有建議經濟部工業局2015年列出規模 前十大優先處理閒置土地合計廣達136.1公頃 但經過一年多支實際每核難有超過9成 土地閒置僅僅11.79公頃出售或出租 為落實閒置工業地活化政策以及遏止 囤地大戶繼續囤積土地原提案 要求經濟部一個月內針對十大閒置土地活化 利用之檢討及具體改善報告 送交立法案經濟委會提案人王惠美委員等人 第三案 有建議低價織襪及毛巾幾乎9成5以上 是半成品進口來台 在國內只是裝訂MIT標章及包裝 只要參考價值拉高點相對壓低進口報價等成本 很容易達到3成5附加價值率的基本條件 然而這樣的產品是否確實為台灣製造值得商榷 為落實台灣製造及維護台灣產品的優良品質 原提案要求經濟部兩週內提出現行 35%附加價值率是檢討報告送交經濟委會 提案人王惠美委員等人 第四案 有建於2010年至今經濟部微效標章所認證 這MIT產品透過協力公司銷售資金額已達99.3億元 顯見國內市場對於MIT產品的肯定 為讓優質的MIT產品能被更多消費者接受 經濟部應審慎評估推廣開拓海外市場 原提案要求經濟部一個月內提出MIT產品館海外設點之評估 以及MIT產品海外銷售之計劃並送交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王惠美委員等人 第五案 有建於經濟部工業局所下之張濱工業區連外道路兵役路 長期以來大型車輛行駛重壓導致道路破損歸裂 嚴重影響出路車輛及人員安全為保障用路人權益及強化工業區硬體建設 原提案要求經濟部兩中內提出兵衣路路面改善計畫 提案人王惠美委員等人 第六案 關於財團法人食材及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 至98年設立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以實質中心研發專長能量推動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補助 至中小企業創新育成為98年至104年度政府補款佔總收入 決算預期成 且105年度預算至政府補助款佔總收入比例為88.5% 營運高度依賴政府支援未能積極運用食材支援及水支援之 雙核心技術研發能量 因此警察政部食材及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 一個月內提出改善報告 送交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邱志維委員等人 第七案 關於財團法人自行車及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獎金發放項目 包括年終考期專案創意及專利權獎金等五項 其中年終獎金卸下1.5至2至2個月發給新機核發 考期及專案獎金則由年度税前淫餘及工業服務收支税前淫餘各提拨一定比率發給 為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運算案通過決議本院前審議中央政府總運算案 使乘坐決議自己要求102年度起政府捐助成立這財團法的年終獎金 定比照公務人員標準核發原始該中心因應參照本院決議 就核發獎金之項目檢討整備訂定合理發放標準 請財團法人自行車及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於一個月內 提出書面報告送交本院經濟委員會被查 提案人邱志維委員等人宣讀完畢 好 我們進行處理第一案 有沒有意見 我們現在不足三人 那我們是不是先改為 先作為討論 先表達一下 先進行 來了好 還有外面那個高資蓬高委員 好 我們現在有三個委員到場 我們進行處理 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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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國棟廖委員 來,我簽好了 剛剛好 好,我們再處理 請宣讀我們臨時提案 第八案 臨時提案第八案 建於近期台東大學 台東專科學校團隊 研發以深層海水滷水 製作多氧化劑 可延長大墓世家保鮮 其至17天使得 大墓世家得以外銷到更遠的國家 逐渐深層海水對農產品的應用 有顯著的幫助 台東大學有意成立 深層海水產業研發中心 但礙於相關預算問題 使得該中心迟迟無法成立 危及台東深層海水產業的發展 要求經歷部 一個月的邀請相關單位及台東大學 引力解決台東大學深層海水產業研發中心 資源不足的問題 讓台東縣的深層海水產業 能夠更進一步的發展 提案人廖國棟委員等人 宣讀完畢 針對第一班案有沒有意見 好 沒有招案通過 繼續尋答 有請江啟臣 江啟臣 江委員不在 盧秀燕 盧秀燕 盧委員不在 盧秀燕 盧秀燕 盧委員不在 賴瑞榮 賴委員 好 謝謝主席 請那個省次長跟我們這個 朱文成 朱董事長 好 有請省次長 那朱董事長 委員長 市長 還是要先那個啦 因為我前幾天看了一個 那個高雄的研考會 包括地方政府那邊的 他們有做了一個調查啦 就是高雄的月薪 年限的月薪的部分 比全台灣其實低了五千元的一個月薪 那其實在 我希望這個部分 經濟部主管整個經濟產業這一塊 我希望能夠 市長這邊能夠重視 特別是我選區內的 不管是這個臨海工業區 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工業區 包括加工出口區 甚至於現在新的軟體科學園區 如果能夠有好的一些發展 我相信它對於薪水 特別是年輕人的薪水問題 會有很大的一個改善 這個也要請部裡面能夠 大力的來支持啦 對於南部的 這個低薪的問題 或者是產業上的一些問題 好 這我們會來處理 好 謝謝 那再來我想直接來談那個 台積社的這個部分 這個先 台積社的部分 現在董事長 你本身您也是台電的總經理 是嗎 是 那我想請教一下 整個台積社裡面的 我看了一下 包括你的總經理 也是台電的處長 來劉石廷辛來擔任 是 那我看裡面很多人 包括相關的很多的都是 甚至於很多的經理 都是退休的人員去擔任的啦 不是 這個部分是分這個 我跟現任的總經理 是他在這個 留職挺薪的方式 我們借重他的能力 能夠經營這個台積社的業務 當然有一些這個 像我們賴經理 這是財快部的經理 因為他是很早以前 就從台電轉到台積社 並不是說在這個退休 這個借齡退休 來到這個台積社 至於其他的這些 這個 因為我們有些 這個海外 我們的海外業務 像這個電廠的運維 還有大休 那我們台積社的 原來的人力是不夠的 所以要從台電公司 借掉一部分人 到那邊去支援 那當然另外也有一個好處 我們讓這個台電 這個經理級的這種中階主管 我想講的 董事長 那個總經理講的 這個我了解啦 但我想講的是 如果是由台電來 這個轉投資 超過60以上的轉投資的 我認為他應該還是要把他的一些不同的 不然就 等於是他跟台電的整個互動的關係 其實是幾乎等於是台電的另外一個 這個等同像他子公司一樣在處理 我認為這樣子是 對於整個發展的方向上或各方面 我覺得他是完全受到台電 那我想講的是 你看你在這邊你身兼的是董事長的工作 那你總經理其實等同都是台電的人員來出任 然後其他的還有包括 你的很多的是由 你看有一個這個你們的經理 賴經理 他是99年的1月24號退休 1月25號就到這邊來擔任 月薪13萬 退休了 他的退休金至少領了500萬 那一退休也馬上又轉到另外一個單位去 這個還是台電自己本身出來一個 包括你那個主辦積合的這個蕭 蕭又積合 他也是 不是啊下面這個 工程 正工程是這個 原來是台電經理的 一樣 99年6月9號退休 99年6月10號 馬上又轉到這家公司 月薪領12萬 一樣是將近500萬的一個退休金 領完了之後 再轉到 這個地方來擔任 我這沒有要問董事長 我想要問次長 坦白講我覺得這個問題是 原來一直存在的一些問題 我覺得這個其實有很多 要檢討的工程 就轉出來的部分 是不是要全部都 這一定會讓人家批評 那你這個單位是不是就像 台電的退休會的單位一樣 反正我將來的退休人員 我領了一筆退休金之後 再把這些人再轉到這個單位去 那另外是 這個單位跟台電之間的互動關係 會不會讓人認為是在 人事酬擁 或者在整個利益迴避上面 有很多問題是沒有做到 我想問一下次長你的看法 這部分首先可能就是台積社 他本身這一家是在做工程的 而且他現在主要的業務 大概都是在關島做花電廠 這樣的一個電廠的建造跟營業 市長我先問你一下 他業務上面現在還有沒有必要存在 那他的業務上有沒有在成長 他應該業務有在成長 而且這些應該是他最主要是借重這些 台電過去的員工他的專長 來運作他的整個這一個台積社的業務 那他這個不會跟以民爭利 這樣 我覺得他整個這個組織架構上面 其實我覺得還是有一些檢討的空間 因為你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等同他領的 其實台電也是准 這個幾乎是相關的公務人員 相關的福利的部分 那他整個離開了這個職務之後 馬上再轉到了另外一個 由他自己再去 我認為這個是相當的有爭議性 我們看下一個 公務員旋轉門的部分 這個社的部分 他現在很多的營利的事業 除了剛剛提到的國外的部分 他很多大量還是在接台電的相關的工作 台電公司的和平溪 整個一些水利發電的部分 還有玉璃還有等等這些的 他接了這麼多台電的公司 那幾乎是同一批人在做同樣的事情 我們再看下一頁 台積電的官派的董監事的名單裡面 全部台電佔了一大部分 那其實他更有趣的是 台電的董事長 他是他的產務董事 那他裡面的還有很多的當然副總 甚至於他的監察還是台電的副總經理 我的意思是說 這樣子這個台積社的部分 那到底這個角色是聽誰的 董事長是總經理 台電的總經理 這邊的這個 常務董事是董事長 那到底是整個台積社的運作發展是 董事長說 是黃宗舅黃董事長還是由朱總經理 你說了算 所以這裡面有很多很爭議性的一些問題 我認為應該要整個 在經濟部的主管的角度上面 要整個做一些釐清 我覺得這在台積社長遠的發展 那至於另外是他的業務上面 他到底還有沒有持續性的 這麼多當時 數十年前成立的很多的單位 那現在他的功能到底還在哪邊 不應該只成為是在原來的公司 退休或轉之後的另外一個單位 而且他做的還是獨家生意 所以我說這個部分有很多是 應該在未來 經濟部應該整個重新去檢討 該停掉就停掉 那如果涉及到利益迴避的部分 的人員的部分 這個都應該要整個重新來檢討 不知道市長你的看法呢 好這部分我們來檢討一下 好 這個請檢討了好不好 剛剛提到那個 到底董事長說了算 還是總經理說了算 整件決策看起來 都是台電自己做決策的 那總經理當董事長 董事長接總 常務董事 這樣換來換去 同一批人馬再這樣弄 不是我想這個 跟您報告一下 我們這個 前面你舉的 舉了幾個例子 這個台積社承包 這個轉回來 承包台電的工程 那個是以前的事情 那我來擔任這個兼任董事長以後 我就禁止做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沒有做這件事情 沒有 那件幾件事情 結束以後通通沒有了 什麼時候開始沒有做這件事 最近結束的 這些尾巴結束的 那個是當初簽的約 但是最近一直延續 所以以後不會再這樣做了 不會的 市長我講了這個 我想不只是台積社 其他的應該都有這樣的問題 這個真的要避嫌 跟觀感上的問題 對 要不然自己的 都自己在賺 另外我還要提的一個 是下一個那個 台積社的主要四個工作 機電工程 還有環境保護工程 人員教育 跟研究發展 其實現在主要的 看來還是多數 都是在第一項的這一塊 所以這也是我講到了 未來這個 單位到底還有沒有延續性 要不要 要不要整個把它收掉 還是怎樣的方式 不要成為是養老單位 讓 有另外的人員 再去賺第二筆的 這個 退休後還可以拿到第二筆 一個十幾萬的薪資 這相當的高 那我要提的是最後一個 研究發展 裡面有提到 再生能源等等 太陽光電離岸 這也是未來很重要的 一個產業的方向 我認為其實 台積社如果將來 還要持續的發展 我認為應該加重在這一塊 不然你只把原來 台電的人員 台電的思考的人員 其實還是在於 發電火力的 這個或者是 這個核能的這一塊 相關的專業人員 還是在那邊 如果你要發展成 新的再生能源 你一定要找新的人力進來 那在這一個點 在第四的點 反倒是台積社有一些 可以發展不一樣特色的地方 可是現在看來是都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從組織 從人力上 有很多檢討的空間 才能夠讓台積社有新的發展 不然如果確實沒有機會 那個的話 其實不如整個做一個調整 以上給次長跟董事長做建議 以上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委員 好 我們有請 賴市寶賴市寶賴市寶賴委員不在 鍾孔昭賴市寶賴委員不在 鍾孔昭賴市寶中委員不在 徐真衛徐委員有請 主席好 麻煩請我們自行車中心 有請自行車中心 梁志鴻梁總經理 委員好 總經理好 本席了解我們經濟部所屬的 這些基金會或者是企業社 或者是這個中心 都是屬於我們研發的機構 也是提升我們很多的民間的 這個單位能讓它整個技術整合 產業價值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台灣是我們這個 全世界自行車的龍頭 以目前來說其實在自行車像 U-bike這樣子的這個漫遊的部分 其實在世界上已經非常非常普遍了 尤其是在這個花蓮縣或者是其他全國 其實對於自行車道的建置都非常的 已經非常完整 而且不斷的在鋪設 那全球也有831個城市是有公共自行車的 就是像U-bike假地椅地這個部分 假地界椅地環的部分 那以台灣的這個台北市的周轉率是最高了 即便連這個日本都來跟這個台灣 這個台北市取經 那請問在這些這個技術的部分 我們中心有轉移哪些關線技術或專利 提供我們這個產業有什麼具體的服務嗎 跟委員報告 我們最早期在U-bike這個執行之前 是有做那個ICT的系統 在很早期的時候 做這個假地珠以地環的這個系統 在初期嘗試的時候 然後另外一個再過來一個那個 整個U-bike這個車子的一個測試 這個是在我們中心之前 因為這個這個車子其實 最大的一個差別就是它的 我們講這個endurance 它的耐用度要更高了 一天24小時在使用 而且還有氣候的問題 所以說這個就一個新的需求 導入的研發的項目是相當多的 我們在這個兩方面有做一些 支持 是 所以從這個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產業算是 現在我們產業有一個目標 算是那個世界 想要邁向世界級的產業 那這個世界級的產業 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要發訊 那我們把U-bike U-bike是全球現在 performance最好的一個系統 那我們在APEC 在APEC這個場所 在台北市剛剛舉辦過 那個Vilo City這個場域 就去發訊 現在世界上不管在學術界 還有APEC這一邊的 國家的那個科研單位 還有那個城市規劃的一個經濟學者 都很認可這個事情 那我們上個月就到越南 有一個論壇 那我們現在正在安排一個 一個泰國的一個論壇 所以說我們產業發展的三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很堅實的生產基地 我們一年有1100多億的產值 然後另外一個在社會上的貢獻 就是說希望我們自行車可以改變日常生活 就是Cycling the Paradise 然後另外一個在城市裡面 可以Friendly的去使用U-bike 那我們這個去發訊 那另外一個得到我們使用者的一個健康 這個是產業整體發展的一個願景 讓我們也朝這方向再做 謝謝總經理這麼詳盡的說明 因為其實這個這麼專業 而且其實又是台灣之光 其實真的應該讓國人予有榮焉 也感到驕傲 所以在這邊這個本席還是要請我們這個 我們運用專業讓我們的自行車 除了U-bike這邊不斷的再提升以外 是不是以智慧自行車來往前邁進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結合很多的這個 我們的食衣住行內建的一些的功能 讓我們騎自行車出去 就好像是就帶了所有的載具 通通就聚集在上面 把所有的這個醫療啊 或者是我們的這個旅遊景點整個 把它加注進去 加上GPS的部分 我想這個部分應該會成為世界 非常非常享譽國際的這個我們自行車中心 是 那就U-bike來講 它就租倫其使用的情況 其實就是很好的一個體現 就是我們現在工業局還有經濟派 推動那個生產力4.0 是 IoT跟RLS 那其實我們產業還有 部理一個共同規劃的方向就是說 我們希望我們高附加價值的產品 是 然後用搭 總經理 對不起 我打斷您的話 可能這個部分有很多的地方 需要您的發輸的地方 所以在這裡是不是 本席可以邀請我們總經理到 我們花蓮縣來做一個專獎的部分 對 那結合我們的地方產業以及我們旅遊部分 因為以地方政府來說 沒有辦法這麼專業 那是不是可以透過您的專業 可以輔導我們民間還有我們旅遊部分 讓這個我們產官學三方可以一起來努力好不好 OK 這個是我的榮幸 謝謝 尤其是我們現在也在推假地租以地環 還有將所有的APP 全部建置進去的部分 我們需要您的專業來提供 我再一個很簡單的跟各位分享一個 現在有一個economy 經濟跟bicycle 現在有一個字合起來叫bicycle 是 就是用bicycle可以帶動的一個經濟成長 是 那其實這個下面很大的一個支持 就是剛剛委員所講的那個智慧性的事情 是 讓這個訊息可以提供更好我們在服務上所需要的一個事情 是 我們現在在炒之方面在努力 是 那有機會請到我們花蓮縣政府長也一起 這是我的榮幸 謝謝 謝謝 那可能會主席要再多給我幾分鐘 謝謝您 謝謝 那請十字中心好嗎 總經理您好 這個本席啊 這個來自花蓮 所以這個對於十字中心本席在這裡 已經這個詢問非常非常多次了 尤其是在前子期的詢打裡面 其實本席真的是很不想把我們的績效把它提現出來 但是這個還是必須要這個媳婦總是要見公婆嘛 那在我們的食材的部分 其實這個花蓮縣啊 算是我們全國進口最大 也是世界上進口第二大食材的地方 花蓮縣更是石頭的故鄉 所以我們看我們有這麼多的這個食材業者 將近我們有餵養三萬個 三萬個這個我們鄉親 花蓮三十幾萬 這將近十分之一 所以這個部分食材的部分 還是要拜託您多多的支持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海洋深沉水的部分 其實本席想這個六年前選在台東 這個成立我們這個中心海洋深沉水的這個 產業發展園區啊 可是到目前都沒有辦法取水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是不是這個計畫 能夠再加以研溢喔 然後另外是真的要協助我們花蓮的三家 自行這個打拼喔 獨自打拼 把這個海洋深沉水的產業鏈整個把它提升起來 尤其是現在高附加價值的部分 這個部分真的要拜託我們十字中心 以您的專業讓我們的產業能夠商品化 能夠加以增值 因為我們在這個海洋深沉水的部分 我們現在還有一個行銷的部分叫後山山後 可是啊 這個本席真的說 在後山山後裡面雖然有這麼多 但是一天有多少人進去 我們有這個行銷的管道 可是好像知道人不多 旅遊團也不多 在地鄉親也不多 地方鄉親也根本就不知道 只知道十字中心 十字中心裡面到底做什麼 不曉得 所以這個本席在上禮拜的尋打裡面 也跟我們的審次長有要求 是不是請十字中心還有工研院 在這個花蓮我們是不是 跟我們在地的這個產官學三方 讓我們一起來 讓我們所有人知道 經濟部在花蓮做了什麼 為花蓮做了什麼 還有我們農產的部分做了什麼 那這個部分 本席不是責備 而是讓我們真正做的事情 讓鄉親有感 讓鄉親知道 主席可不可以再給我一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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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本席想請我們的這個 中國生產力中心 還有我們的這個 中衛發展中心的代表 時間不多 但是本席想提出幾個問題 然後請我們的這個 張總經理 以及我們的朱總經理 給本席書面答詢就好 好嗎 因為時間真的不多 再一個就是我們這個 生產力中心的部分 對於我們福島青年農民創新加值的部分 請問 這是在您104年的工作成果方面 您有提到的 那對於花蓮在這個部分 您有著眼在哪一個部分嗎 那105年我們又承辦到這個地方 特色產業的計劃 請問這上面都這個 全國您有哪一些這個已經 已經在辦的計劃 另外是在東部的部分您左眼在哪裡 好就是花東兩線 一花東兩線三線的部分 那另外針對我們的朱總經理的部分 就是也是台灣餐飲業行銷推廣計畫 因為花蓮是一個觀光的城市 所以在餐飲業的促銷行銷的部分 可能需要我們中心來協助 以及我們原住民的風味餐的部分 另外在還是一個促進農業升級轉型與發展 強化科技農企業體系運作以多元創新計畫 還有大家關心的食品雲這個GTP推廣計畫 請問這些其實都跟我們這個老百姓 我們的民生都非常非常有關 但是好像我們所有的這個老百姓不曉得 我們在這方面琢磨了多少又做了多少 其實在本席看了我們很多的這個數據或報告裡面 我們真的知道我們這個市場還有經濟部 其實做了蠻多的事情 尤其在專業的部分 但是如何專業 然後另外透過我們的行銷 以及這個讓它整個讓鄉親們知道 讓國人知道我們這個中央單位做什麼 這是本席在這裡再一次再一次的強調 好嗎 好 謝謝 那請這個部分再給本席書面的這個答覆 好 大概一個禮拜以內可以嗎 可以 可以喔 好的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 沒有問題 好 我們有請林俊憲 林俊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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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盈所提书面执询列入记录登录公报 书面执询和未及答复部分 请相关单位一周内 以书面答复并复制本会 委员执询中要求提供这资料 请提供与本会权力委员 寻答结束令定期审查 本日议事处理完毕 休息明天9点继续开会 好这边我这边补充 徐政卫徐委员的书面执询 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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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